我在这十几年中 因为深深的感觉 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 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 写他们的自传 不幸得很 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 终不肯下笔 最可悲的一个例子 是林长民先生 他答应了写他的五十字数 做他五十岁生日的纪念 到了生日那一天 他对我说 是知今年实在太忙了 字数写不成了 明年生日我一定不写出来 不幸他庆祝了五十岁的生日之后 不上半年 他就死在郭松林的战役里 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 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艺书了 梁启超先生也曾同样的允许我 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 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 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 只活了五十五岁 虽然他的信杂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 但谁能有他那样笔封常代情感的鉴笔 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 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 中国近视历史 与中国现代文学 就因此受了一桩 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 我有一次见到梁士仪先生 我很诚恳地劝他写一部自序 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政治史与财政史上 都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希望他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 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 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过 但这是不防释的 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壁的方法 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 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 前两个月我读了梁士仪先生的复告 他的自序或年谱 大概也就成了我的梦想了 此外我还劝告过蔡元培先生 张元济先生 高梦淡先生 陈独秀先生 熊西玲先生 叶景奎先生 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 写了一部六七万字的自传 我读了很感动 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 但不幸他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全烧了 当初他没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 我因为尊重他的意思 不曾替他留一个副本 至今引为汉室 我的四十字数 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 留学以前为一段 留学的七年 1910到1917年为一段 归国以后 1917到1931年为一段 我本想一气写成 但因为种种打断 只写成了这第一段的六章 现在我又出国去了 归期还不能确定 所以我接受了亚东图书馆的朋友们的劝告 先印刑这几章 这几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发表过 现在我都从头教改过 事实上的小错误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 我的朋友周作仁先生 我的父母的结婚 这个计划曾经得死有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 我自己也很高兴 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 并且可以让我与必要时 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 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 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 深于文学训练的人 写完了第一篇 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 就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小说的题材 回到了谨言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这一遍颇使致摩失望 但他读了那写家庭和乡村教育的一章 也曾表示赞许 还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 这一章比前一章更动人 从此以后我就爽幸这样写下去了 因为第一章只是用小说题 追写一个传说 其中写那太子会 颇有用想象补充的部分 虽然锦仁书来信指出 我也不去更动了 但因为传闻究竟与我自己的亲见亲吻有别 所以我把这一章提出 称为序幕 我的这部字述 虽然至今没写成 几位旧有的自传 如郭沫若先生的 如李济先生的 都早已出版了 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 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 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 出世可以引起一般老年朋友的兴趣 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 添出无数的可读 而又可信的传记来 我们抛出几块砖瓦 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 我们赤裸裸地叙述 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 为的是希望社会上 做过一番事业的人 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 给史家做材料 给文学开生路 胡适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在太平林上 太子会 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 但这一年的太子会 却使许多人失望 神伞一队过去了 都不过是本村各家的零伞 没有什么新鲜花样 去年大家都说 横有绸缎庄预备了一顶珍珠伞 因为怕三先生说话 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来 昆腔今年有四对 总算不寂寞 昆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长衫 上身是白竹布 下半是胡色杭筹 每人小手指上 挂着香菲竹饼的小完善 吹唱时 完善垂在声笛下面摇摆着 办戏今年有六出 都是正戏 没有一出花旦戏 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 后村的子弟本来要办一出翠平山 也因为怕三先生说话 改了长板坡 其实七月的日光底下 甘迷二夫人脸上的粉 已被汗洗光了 就有潘巧云 也不会怎样特别出色 不过 看会的人心里总觉得 后村很漂亮的小代 没有办潘巧云的机会 只办做了迷夫人 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扫兴的是 没有办戏的台阁 后村的人早就练好了两架台阁 一架是龙虎斗 一架是小上坟 不料 三先生今年回家过会场 他说台阁太高了 小孩子热天受不了暑气 万一跌下来 不是小尸体 他极力阻止 台阁就办不成了 粗月和鲲枪 一对一对的过去了 半戏一出一出的过去了 接着便是太子的神教 路旁的观众带着小孩的 都喊到拜呀拜呀 许多穿着白地儿兰花布挂的男女小孩 都合掌拜衣 神教的后面便是拜香的人 有的穿着下部长衫捧着造香 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炉挂 炉里烧着檀香 还有一些许愿更重的 今天来吊香还愿 他们上身穿着白布挂 扎着朱青布裙 远望去不容易分别男女 他们把香炉吊在铜钩上 把钩子勾在手腕肉里 涂上香灰便可不流血 今年吊香的人很多 有的只吊在左手腕上 有的双手都吊 有的只吊一个小香炉 有的一只手腕上吊着两个香炉 他们都是前程还愿的人 悬着挂香炉的手腕 跟着神教走多少里路 虽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 但也有半途中了鼠热走不动的 冯顺帝掺着他的兄弟 跟着他的姑妈 站在路边石凳上看会 他今年十四岁了 家在十里外的中屯 有个姑妈架在上庄 今年轮到上庄做会 故他的姑丈家 接他姐弟来看会 她是个农家女子 从贫苦的经验里 得到不少的知识 故虽是十四岁的女孩 却很有成人的见识 他站在路旁听着旁人批评今年的神会 句句总带着三先生 三先生今年在家过会 可把会弄糟了 可不是呢 台阁也没有了 三先生还没有到家 八都的鸦片烟馆都关门了 赌场也都不敢开了 七月会场上没有赌场 又没有烟灯 这是多少年没有的事 看会的人 你一句他一句 顺帝都听在心里 他心想 三先生必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能叫赌场烟馆都不敢开门 会过完了 大家纷纷散了 忽然他听见有人低声说 三先生来了 他抬起头来 只见路上的人都纷纷让开一条路 只听见许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来了两个人 一个高大的中年人 面容紫黑 有点短虚 两眼有微光 令人不敢正眼看他 他穿着柱布大袖短衫 柱布大脚管的裤子 脚下穿着麻布鞋子 手里拿着一杆汗烟管 和他同行的是一个老年人 瘦瘦身材 花白胡子 也穿着短衣 拿着汗烟管 顺帝的姑妈嘀嘀地说 那个黑面的是三先生 那边是岳吉先生 他的学堂就在我们家的前面 听人说三先生在北边做官 走过了万里长城 还走了几十日 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 冬天冻杀人 夏天热杀人 冬天冻塌鼻子 夏天蚊虫 有苍蝇那么大 三先生肯吃苦 不怕日头 不怕风 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 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 这时候 三先生和岳吉先生 已走到他们面前 他们站住说了一句话 三先生独自下坡去了 岳吉先生却走过来 招呼顺帝的姑妈 和他们同行回去 岳吉先生见了顺帝 便问道 参嫂 这是你家金造旧的小孩子吗 是的 顺帝 成后叫上岳吉先生 岳吉先生一眼看见了 顺帝脑后的发辫 不觉寒道 参嫂 你看这姑娘的头发 一直拖到地 这是桂像啊 是桂像 哎呀 许了人家没有 这一问 把顺帝修得满脸飞红 他牵着弟弟的手 往前飞跑 也不顾他姑妈了 他姑妈一面喊 不要爹了 回头对岳吉先生说 还不曾许人家 这孩子很稳重 很懂事 我家金造哥 总想许个好好人家 所以今年十四岁了 还不曾许人家 岳吉先生说 你开一个八字给我 我给他排排看 你不要忘了 他到了自家门口 还回过头来说 不要忘记 叫燦哥超过八字给我 顺帝在上庄过了会场 他姑丈送他子弟 回中屯去 七月里天气热 日子又长 他们到日头快落山时 才起身 走了十里路 到家时 天还没全黑 顺帝的母亲 刚牵了牛进兰 见了他们 忙着款待 孤账过夜 爸爸还没有 回来吗 顺帝问 姐姐 我们去接他 子子和弟弟 不等母亲回话 都出去了 他们到了村口 远远望见 他们的父亲 挑着一袋 石头 进村来 他们赶上去 喊着爸爸 子子弟弟 每人从担子里 拿了一块石头 捧着跟他走 他挑到他家的 旧屋机上 把石头倒下去 自己跳下去 把石子铺平 才上来 挑起空担 回家去 顺帝问 这是第三担了吗 他父亲点点头 只问他们 看得会好不好 戏好不好 一同回家去 顺帝的父亲姓冯 小名金造 他家历代务农 辛辛苦苦 挣起了一点点 小产业 居然有几亩自家的田 一所自家的屋 金造十三四岁的时候 长毛贼到了晖州 中屯是济西北乡的大路 整个村子被长毛烧成平地 金造的一家老幼都被杀了 只剩他一人 被长毛掳去 长毛军中的小头目 看这个小孩子有气力 能吃苦 就把他脸上刺了太平天国四个拦字 叫他不能逃走 军中有个裁缝 见这孩子可怜 收他做徒弟 叫他跟着学裁缝 金造学了一手好裁缝 在长毛营里混了几年 从济西根到宁国广德 居然被他逃走出来 但因为面上刺了字 捉住他的人可以情赏 所以他不敢白日露面 他每日躲在破屋场里 挨到夜间才敢赶路 他吃了种种困苦 好容易回到家乡 只寻的一片焦土 几座焦墙 一村的钉状留胜的 不过二三十人 金造是个肯努力的少年 他回家之后 寻出自家的荒田 努力耕种 有余力就帮人家种田 做裁缝 不上十年 他居然修弃了村里 一间未烧完的砖屋 娶了一个妻子 夫妻都能苦做苦吃 渐渐有了点积事 渐渐挣起了一个小小的家庭 他们投胎生下一个女儿 在那大乱之后 女儿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她的名字叫做顺帝 娶个下胎生个弟弟的吉兆 隔了好几年 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都很欢喜 金造为人最忠厚 他的裁缝手艺 在附近村中常有雇主 人都说他诚实勤锦 外村的人都尊敬他 叫他金造官 但金造有一桩最大的心愿 他总想重建他祖上传下来 被长矛烧了的老屋 他一家人都被杀完了 剩下他这一个人 他觉得天留他一个人 是为中兴他的祖业的 他立下了一个誓愿 要在老屋机上建造起一所 更大又更讲究的新屋 他费了不少功夫 把老屋机扒开 把烧残砖瓦拆扫干净 准备重新垫起一片高地脊 好在上面起造一所 高爽干燥的新屋 他每日天未明就起来了 天刚亮 就到村口西头去拣选石子 挑一大弹回来 铺垫地脊 来回挑了三弹之后 他才下田去做工 到了晚上歇工时 他又挑三弹石子 才吃晚饭 农忙过后 他出村帮人家做裁缝 每天也要先挑三弹石子 才去上工 晚间吃了饭回来 又要挑三弹石子 才肯休息 这是他的日常功课 家中的妻子女儿都知道他的心愿 女流们不能帮他挑石头 又不能劝他休息 劝他也没有用处 有时候他实在疲乏了 挑完石子回家 倒在竹椅上吸汗烟 眼望着十几岁的女儿和几岁的儿子 微微叹一口气 顺地是已懂事的了 他看见他父亲这样辛苦做工 他心里好不难过 他常常自恨不是个男子 不能带他父亲下膝头去挑石头 他只能每日早晚到村口去接着他父亲 从他的担子里捧出一两块石头来 拿到乌鸡上 也算是分担了他的一点辛苦 看看乌鸡渐渐垫高了 但砖瓦木料却全没有着落 高厂的新屋还只存在他一家人的梦里 顺地有时做梦 梦见他是个男子 做了官回家看父母 新屋早已造好了 他就在黑漆的大门外下轿 下轿来又好像做官的不是他 是他兄弟 这一年顺地十七岁了 一天的下午 金造在三里外的张家店做裁缝 忽然走进了一个中年妇人 叫声金造舅 他认的 他是上庄的兴武嫂 他娘家离中屯不远 所以他从小认的她 他是三先生的伯母 他的丈夫兴武先生 也是八都的有名绅士 所以人都叫他兴武先生娘 金造招呼他坐下 他开口道 巧极了 我本打算到中屯看你去 走到了张家店 才知道你在这里做活 巧极了 金造就 我来寻你 是想开你家顺地的八字 金造问是谁家 兴武先生娘说 就是我家大侄儿三哥 三先生 是的 三哥今年四十七 前头讨的七都的玉环 死了十多年了 玉环生下了儿女一大堆 三个儿子 三个女儿 现在都长大了 不过他在外头做官 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 所以他写信来家 要我们给他定一头亲事 金造说 我们种田人家的女儿 哪配做官太太呀 这件事不用提 兴武先生娘说 我家三哥有点怪脾气 他今年写信回来说 一定要讨一个 做庄稼人家的女儿 什么道理呢 他说 做庄稼人家的人身体好 不会像玉环那样劳病鬼 他又说 庄稼人家小得艰苦 金造说 这件事不会成功的 一来呢 我们配不上做官人家 二来 我家女人一定不肯 把女儿给人做田房 三来 三先生家的儿女都大了 他家大儿子大女儿 都比顺帝大好几岁 这样人家的婉娘 是不容易做的 这个八字不用开了 兴武先生娘说 你不要客气 顺帝很稳重 是个有福气的人 金造酒 你莫怪我直言 顺帝今年十七岁了 眼睛一闪 二十岁到头上 你哪里去寻一个青头狼 田房有什么不好 三哥信上说了 新人过了门 他就要带上任去 家里的儿女 大女儿出嫁了 大儿子今年做亲留在家里 二女儿是从小给了人家呢 三女儿也留在家里 将来在任上 只有两个双胞胎的 十五岁小孩子 他们又都在学堂里 这个家也没有什么难照应 金造是个老实人 他也明白 他的话有驳不倒的道理 家乡风俗 女儿十三四岁 总得定亲了 十七八岁的姑娘 总是做田房的居多 他们夫妇因为疼爱顺地 总想许个念书人家 所以把他耽误了 这是他们做父母的 说不出的心事 所以他今天很有点愁愁 兴武先生娘见他愁愁 又说道 金造舅 你不用多心 你回去问问金造舅母 开个八字 我今天回娘家去 明朝我来取 八字对不对 陈孝合不合 谁也不知道 开个八字总不防事 金造一想 开个八字诚然不防事 他就答应了 这一天 他从张家殿回家 顺地带了弟弟放牛去了 还没有回来 他放下针线包和运斗 便在门里板凳上坐下来 吸汗烟 他的妻子 见他有心事的样子 忙过来问他 他把新五嫂的话 对他说了 他听了大声 你不曾答应他 你不曾答应他开八字 他说 我说要回家商量商量 不过开个八字给他 也不防事 不行 我不肯把女儿许给快五十岁的老头子 他家儿女一大堆 这个婉娘不好做 做官的人家 看不起我们庄稼人家的女儿 将来让人家把女儿欺负上 谁来替我们申冤 我不开八字 他慢吞吞地说 顺地 今年十七岁了 许人家也不容易 三先生是个好人 他更生气了 是的 都是我的不是 我不该心高 耽误了女儿的终身 女儿没有人家要了 你就想送给人家做田房 做婉娘 做田房也可以 三先生家可不行 他家是做官人家 将来人家一定说 我们贪图人家有势力 把女儿卖了 想换个做官的女婿 我背不起这个恶名 别人家都行 三先生家我不肯 女儿没人家要 我养他一世 他们夫妻吵了一场 后来金噪说 不要吵了 这是顺地自家的事 吃了夜饭 我们问问他自己好不好 他也答应了 晚饭后顺地看着兄弟睡下 回到菜油灯下做鞋 金噪开口说 顺地 你母亲有句话要问你 顺地抬起头来 问妈有什么话 他妈说 你爸爸有话问你 不要朝我身上退 顺地看他妈有点气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只好问他爸 他爸对他说 上庄三先生要讨个田房 他家今天叫人来 开你的八字 你妈嫌他年纪太大 四十七岁了 比你大三十岁 家中又有一大堆儿女 婉娘不容易做 我们怕将来害了你一世 所以要问问你自己 他把今天星舞嫂的话 说了一遍 顺地早已低下头去做针线 半赏不肯开口 他妈也不开口 他爸也不说话了 顺地虽不开口 心里却在那思想 他好像闭了眼睛 看见他的父亲 在天刚亮的时候 挑着一大弹石头进村来 看见那大块乌鸡上 堆着他一弹一弹地 挑来的石头 看见他父亲晚上 坐在黑影地里 沉思叹气 一会儿他又仿佛 看见他做了官回来 在新屋的大门口吓叫 一会儿他的眼前 又仿佛现出那紫黑面孔 两眼射出微光的三先生 他心里这样想 这是他帮父母的机会到了 做田房可以多接聘金 前妻儿女多 又是做官人家 聘金彩礼总应该更好看点 他将来总还可以 帮他父母的忙 他父亲一生梦想的新屋 总可以成功 三先生是个好人 人人都敬重他 只有开赌场烟馆的人 怕他恨他 他母亲说话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想 他妈说 对了我们 有什么话不好说 你说吧 顺帝抬起眼睛来 见他爸妈都望着他自己 他低下头去 红着脸说道 只要你们俩 都说他是个好人 请你们俩做主 他接着又加上一句话 男人家四十七岁 也不能算是年纪大 他爸叹了一口气 他妈可气得跳起来了 愤愤地说 好啊 你想做官太太了 好吧 听你情愿吧 顺帝听了这句话 又羞又气 手里的鞋面落在地上 眼泪直滚下来 他收拾起鞋面 一声不响 走到他房里去哭了 经过了这一番 家庭会议之后 顺帝的妈明白 他女儿是愿意的了 他可不明白 他情愿卖身 来帮助爹妈的苦心 所以 他不指望这门亲事成功 他怕开了八字去 万一尘效相合 就难回绝了 万一八字不合 旁人也许要笑他家 高攀不上 做官人家 他打定主意 要开一张假八字 给没人拿去 第二天早晨 他到祠堂盟馆去 请先生开一个庚铁 故意报错了一天生日 又报错了一个时辰 先生翻开万年历 把甲子查明写好 他拿回去 交给金造 那天下午 星武先生娘到张家殿 拿到了庚铁 高兴得很 回到了上庄 他就去寻找岳吉先生 请他把三先生和他的八字 排排看 岳吉先生看了八字 问是谁家女儿 中屯金造官家的顺地 岳吉先生说 这个八字开错了 小村乡的盟馆先生 连官本也不会查 把八个字超错了四个字 星武先生娘说 你怎么知道八字开错了 岳吉先生说 我算过他的八字 所以记得 大前年村里七月会 我看见这女孩子 她不是灿嫂的侄女吗 圆圆面孔 有一点雀斑 头发很长 是吗 面貌并不美 到稳重得很 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我那时问灿嫂 讨了他的八字 来算算看 我算过的八字 三五年不会忘记的 她抽开书桌的抽屉 寻出一张字条来说 可不是呢 在这里了 她提起笔来 把耕帖上的八字改正 又把三先生的八字写出 她排了一会儿 对星武先生娘说 嗯 八字是对的 不用再去对了 星武嫂 你的眼力不差 这个人配得上三哥 相貌是小事 八字也是小事 金造官家的规矩好 你明天就去开礼单 三哥那边 我自己写信去 过了两天 星武先生娘到了中屯 问金造官开礼单 他埋怨道 你们村上的先生不中用 把八字开错了 唧唧忽悟了事 金造嫂心里明白 问谁说八字开错了 他 星武先生娘 一五一十的 把岳吉先生的话说了 金造夫妻都很诧异 他们都说 这是前世注定的姻缘 金造嫂现在 也不反对了 他们答应开礼单 叫他隔几天来去 冯顺帝 就是我的母亲 三先生 就是我的父亲 铁花先生 在我父亲的日记上 有这样几段记载 光绪十五年 1889 二月 十六日 行五十里 底家 二十一日 浅梅人定约于冯姓 则定三月十二日 迎娶 三月十一日 遣渝义七都中屯 迎娶逢侍 十二日 逢侍智 行和锦礼 夜庙 十三日 十四日 宴客 四月初六日 往中屯 寇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 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 骑城附户 天雨 行五十五里 宿京之新桥 民国十九年 六月二十六日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 十一月十七日 也就是1891年 十二月十七日 那时候我家 居住在上海大东门外 我生后两个月 我父亲被台湾巡抚 邵友莲奏调往台湾 江苏巡抚奏情免调 没有效果 我父亲于18年 二月底到台湾 我母亲和我搬到 川沙住了一年 光绪十九年 二月二十六日 我们一家 我母亲四叔介儒 二哥四巨 三哥四批 也从上海到台湾 我们在台南 住了十个月 十九年六月 我父亲坐 台东直立州之州 尖统镇海 后军各营 台东是新设的州 一切草创 故我父不带家眷去 到光绪十九年 十二月十四日 我们才到台东 我们在台东 住了整一年 甲午中日战事开始 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 恰好借儒四叔来台湾 我父亲便托他 把家眷送回 晖州故乡 只留二哥四巨 跟着他在台东 我们于已未年 正月离开台湾 二月初十日 从上海启程 回济西故乡 那年四月 中日和议成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台湾深民反对割台 要求巡抚唐景松 坚守 唐景松 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 各国不允 台人恭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 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 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 电报已不通 响员已断绝 那时他已经得脚气病 左脚已不能行动 他首到润五月初三日 使离开后山 到安平时 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 不肯放行 到六月二十五日 他双脚都不能动了 刘永福释放他行 六月二十八日到厦门 手足拒不能动了 七月初三日 他死在厦门 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 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 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 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 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 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 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 身子往后一倒 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 东边房门口坐得真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 一时满屋都是哭声 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 其余都不记得呢 我父亲死时 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 我父初娶冯氏 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 同志二年死在冰乱里 次娶曹氏 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死于光绪四年 我父亲因家贫 又有志远游 故久不续娶 到光绪十五年 他在江苏厚埔 生活稍稍安定 他才续娶我的母亲 我母亲结婚后三天 我的大哥四嫁也娶亲了 那时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儿子 大姐比我母亲大七岁 大哥比她大两岁 二姐是从小报给人家的 三姐比我母亲小三岁 二哥三哥比她小四岁 这样一个家庭里 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 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 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 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 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 我父亲又很爱她 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 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 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 不满三岁时 她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 教我认 父亲做教师 母亲便在旁做助教 我认的是生字 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 她太忙时 她就是代理教师 我们离开台湾时 她认得了近千字 我也认了七百多字 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凯字 我母亲终身保存着 因为这些方块红肩上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 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 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 这二十三年的生活 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 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 她含辛茹苦 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 渺茫不可知的将来 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 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 两个多月 写了几张遗嘱 我母亲和四个儿子 每人各有一张 每张只有几句话 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 门儿天资颇聪明 应该令她读书 我的名字叫四眉 给我的遗嘱也叫我 努力读书上进 这寥寥几句话 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我十一岁的时候 二哥和三哥都在家 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 门今年十一岁了 你老子叫他念书 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二哥不曾开口 三哥冷笑道 嗯 念书 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 我母亲忍气 坐了一会儿 回到了房里 才敢掉眼泪 他不敢得罪他们 因为一家的财政权 全在二哥的手里 我若出门求学 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 所以他只能掉眼泪 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 究竟是父亲的遗嘱 我是应该念书的 况且我小时很聪明 四乡的人都知道 三先生的小儿子 是能够念书的 所以隔了两年 三哥往上海医肺病 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 大病了半年 故身体很弱 回家乡时 我号称五岁了 还不能跨一个 七八寸高的门槛 但我母亲忘我念书的心很切 故到家的时候 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 就在我四叔父 介如先生的学堂里 读书了 四叔明林 我的身体太小 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 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 还要别人抱下来 但我在学堂 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 因为我进学堂之前 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 不算破蒙的学生 故我不需念 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姓 神童诗一类的书 我念的第一部书 是我父亲自己编的 一部四言运文 叫做《学为人诗》 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 这部书说的是 做人的道理 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 为人之道 再率其性 子臣弟友 循礼之正 谨乎雍言 免乎雍行 以学为人 以欺作圣 以下分说五轮 最后三节 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 我也抄在这里 五常之中 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 不容稍稳 意之所在 身可以训 求人得人 无所由愿 古之学者 茶于人伦 因亲及亲 酒足克敦 因爱推爱 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 思为圣人 荆棘所在 诗如所述 为人之道 非有他数 穷里置之 反攻见识 民免于学 守道勿施 我念的第二部书 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眼运文 名叫《圆学》 是一部略数哲理的书 这两部书虽是运文 先生仍讲不了 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师六抄》 我不计是谁选的了 三十多年来 我不曾重建这部书 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 以我的猜测 似是姚奈的选本 但我不敢坚持此说 这一册诗全是律师 我读了虽不懂的 却背得很熟 至今回忆 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 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 高声诵读 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 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 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 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 如人心曲曲弯弯水 世世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 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 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 重字双生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 除了诗经 就都是散文的了 我依诵读的次序 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 四 孝经 五 诸子的小学 江永吉著本 六 论语 以下四书皆用诸子著本 七 孟子 八 大学语中庸 四书皆连著文读 九 诗经 诸子集传本 著文读一部分 十 书经 蔡沈著本 以下三书不读著文 十一 义经 朱子本义本 十二 礼记 陈浩著本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 我的四书父介如先生 选了颖州府 阜阳县的殉岛 要上任去了 就把家属移交给族兄 宇晨先生 宇晨明官相 四书是个深懂 常常被本族或外村 请出去议事或合案子 他又喜欢打纸牌 灰州纸牌 每副一百五十五张 常常被明达书工 应激书 注封书 冒章书等人 邀出去打牌 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 四书往往在出门之前 给我们上一尽书 叫我们自己念 他到天腔黑时 回了一趟 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 放了学 才又出门去 四书的学堂里 只有两个学生 一个是我 一个是四书的儿子 四叔 比我大几岁 四叔成绩给余神 兴武伯公的二子 真伯于书 皆无子 我家三哥 成绩真伯 熟哥 成绩于神 他很溺爱他 不肯管束他 故四叔一走开 熟哥就溜到 灶下或后堂去玩了 他们和四叔住一屋 学堂在这屋的 东边小屋内 我的母亲管得严厉 我又不大觉得 念书是苦事 故 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 温书念书 到天黑才回家 与陈先生接收家属后 学生就增多了 先是五个 后来天到十多个 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 就移到一所大屋 名叫来新书屋里去 最初天的三个学生 有两个是守赞书的儿子 四招四魁 四招比我大两三岁 天资不算笨 却不爱读书 最爱逃学 我们土话叫做赖学 他逃出去 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 宁可睡在田里挨饿 却不愿念书 先生往往拆四叔去捉 有时候四招被捉回来了 总得挨一顿毒打 有时候连四叔也不回来了 乐得不回来了 因为这是奉命拆遣 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 为什么四招要逃学 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 挨大家笑骂 而不情愿念书 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 赞书自小在江西做生意 后来在九江开布店 才娶妻生子 一家人都说江西话 回家乡时 四招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 说话改了 而四招念书常待江西音 常常因此吃戒方 或吃做琉璃 勾起五指 打在头上 常打起琉子 故叫做做琉璃 这是先生不原谅 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家乡的盟馆 学金太轻 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 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 自然不肯耐心教书 每天只教他们 念死书背死书 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 小学生初念有孕的书 也还不十分较苦 后来念又学琼璃 四书一类的散文 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 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 许多学生常常赖学 先有四招 后来有个士祥 都是有名的赖学呸 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 因为逃学 先生生了气打得更厉害 越打得厉害 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 我母亲渴望我读书 故学金特别优厚 第一年就送六块钱 以后每年增加 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 这样的学金 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 她嘱托四叔和雨晨先生 为我讲书 每读一字 需讲一字的意思 每读一句 需讲一句的意思 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 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 故进学堂之后 不觉得很苦 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 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 但每天总遇到几句可懂的话 我最喜欢诸子小学里的 技术古人形式的部分 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 所以比较最有趣味 同学之中有念又学穷林的 我常常帮他们的忙 叫他们不认得的生字 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 他们念大字 我却最爱看又学穷林的小注 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 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 一件小事 使我忽然明白 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 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雨晨先生 带写家信给她的丈夫 信写成了 先生教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 一会儿 先生出门去了 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 他忽然过来问我道 门 这信上第一句 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 他比我只小一岁 也念过四书 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 这时候我才明白 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 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 我去年却送十块钱 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 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 两位先生为我讲书 念古文而不讲解 等于念接地接地 菠萝接地 全无用处 当我九岁时 有一天我在四书家东边小屋里玩耍 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 后边有一间卧房 有客来便住在这里 这一天没有客 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 偶然看见桌子下 一只美浮没有板箱里的废纸堆中 露出一本破书 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 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 书面也扯破了 但这一本破书 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 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幕版的 第五才子 我记得很清楚 开始便是 李逵打死阴天息一回 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 便站在那只美浮破板箱边 把这本《水浒传》残本 一口气看完了 不看上可 看了之后 我的心里很不好过 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 后面是些什么 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 却最急要一个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武书 因为它最会说笑话 说笑话就是讲故事 小说书叫做笑话书 应该有这种笑话书 不料武书竟没有这书 他叫我去寻守幻哥 守幻哥说 我没有第五才子 我替你去借一部 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 你先拿去看好吧 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 他很郑重地捧出来 我很高兴地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到《水浒传》全部 三国演义也看完了 从此以后 我到处去借小说看 武书 手换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 三姐夫周少锦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 他吸鸦片烟 最爱看小说书 带了不少回家乡 他每到我家来 总带些正德皇帝下江南 七件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 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点 我的大哥四驾最不长进 也是吃鸦片烟的 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作伴的 武书手换哥三姐夫都是吸鸦片烟的 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 大嫂认的一些字 嫁状里带来了好几种谈词小说 如《双珠凤》之类 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乡时多 他同二哥都进过梅西书院 都做过南洋工学的师范生 就学都有根底 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 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 一部《红楼梦》 一部《如临外史》 一部《聊斋志义》 二哥有一次回家 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 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 是日本人做的 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部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 是《足书近人》 就是民国十二年和顾杰刚先生 讨讨论古史的胡锦仁 他比我大几岁 以开笔做文章了 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 我同他不同学堂 但常常相见 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他天才很高 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 家中也颇有藏书 他看过的小说 常借给我看 我借到的小说 也常借给他看 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 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 时时交换比较 看谁看的书多 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 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 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 三十多部小说了 这里所谓小说 包括谈词传奇 以及笔记小说在内 双珠凤在内 琵琶记也在内 聊斋夜雨秋登陆 夜谈随陆 蓝少馆外史 记元记所记 虞出新智等也在内 从薛仁贵争东 薛丁山争西 五虎平西 粉庄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 到《红楼梦》和如临外史一类的 第一流作品 这里面的程度 已是天旋地革了 我到离开家乡时 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如临外史的好处 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 我在不知不觉之中 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 在十几年后与我很有用处 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 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 那时候正是废八股识文的时代 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 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 所以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 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 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 教我读书 但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 诗经起初还好懂 读到大雅就难懂了 读到周送更不可懂了 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 我读得很起劲 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 我在学堂九年 只有盘庚害我挨了一次打 后来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 上书有金文和古文两大类 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 金文是真的 盘庚属于金文一类 应该是真的 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 最杂乱不成条理 故我总疑心 这三篇书是后人假造的 有时候我自己想 我的怀疑盘庚 也许暗中含有 报内一个做流利的仇恨的意味吧 周送上书周易等书 都是不能帮助我做通顺文字的 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 从三国演义 读到聊斋志义和渝出心志 这一跳虽然跳得太远 但因为书中的故事实在有趣味 所以我能细细读下去 石印本的聊斋志义有圈点 所以更容易读 到我十二三岁时 已能对本家姊妹们讲说聊斋故事了 那时候四叔的女儿巧菊 与陈先生的妹子广菊多菊 助风书的女儿姓仙 和本家侄女翠平定娇等 都在十五六岁之间 他们常常邀我去 请我讲故事 我们平常请武叔讲故事时 忙着替他点火 装汗烟 替他垂背 现在轮到我受人巴结了 我不用人装烟垂背 他们听我说完故事 总去泡炒米 或做蛋炒饭来请我吃 他们绣花儿做鞋 我讲凤仙 莲香 张宏健 江城 这样的讲书 逼我把古文的故事 翻译成济稀土话 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 所以我到十四岁来上海 开始做古文时 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分分歌舞 塞蛇虫 酒里生劳告捷风 国有神灵来护佑 天寒何故不临功 这是我父亲在郑州办河宫时 也就是光学十四年 一八八八年 做的十首 郑公河龙济世诗的一首 他自己有著道 双雪济将 凡俗所谓大王将军 化身临功者 皆绝迹 不负建议 大王将军 都是四典里的河神 河宫区域内的水蛇 蛤蟆 往往被认为大王或将军的化身 往往享受最隆重的四季礼拜 河宫是何等大事 而国家的治河官吏 不能不像水蛇 蛤蟆 磕头 起帘 真是一个民族的 罪大耻辱 我父亲这首诗 不但公然指斥 这种迷信 并且用了一个 很浅进的证据 证明这种迷信的 荒诞可笑 这一点最可表现我父亲的思想的倾向 我父亲不曾受过近视自然科学的洗礼 但他很受了成疑珠希一系的理学的影响 理学家因袭了古代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 用气和理两个基本观念来解释宇宙 敢说天即理也 鬼神者 二气阴阳之良能也 这种思想 虽有不彻底的地方 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 况且成诸一系极力提倡 格物穷礼 叫人 吉物而穷其礼 这就是近视科学的态度 我父亲做的 原学 开端便说 天地云音 百物化生 这是采纳了理学家的 自然主义的宇宙观 他做的 学为人师的结论是 为人之道 非有他数 穷礼制之 反攻见识 民勉于学 守道勿施 这是接受了成诸一系 格物穷礼的制学态度 这些话 都是我四五岁时就念熟了的 先生怎样讲解 我记不得了 我当时大概完全不懂得 这些话的意义 我父亲死得太早 我离开他时 还只是三岁小孩 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 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 他留给我的 大概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遗传 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 成诸理学的遗风 我小时跟着四叔念诸子的小学 就是理学的遗风 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 僧道无缘的条子 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 我记得我家新屋大门上的 僧道无缘条子 从大红色退到粉红 又渐渐变成了淡白色 后来竟完全剥落了 我家中的女眷 都是深信神佛的 我父亲死后 四叔又上任做学官去了 家中的女眷 就自由拜神佛了 女眷的宗教领袖 是星武伯娘 她到了晚年 吃了长斋 拜佛念经 四叔和三哥 都不能劝阻她 三哥是她过季的孙子 后来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 也是吃长斋念佛的 她常来我家中住 这两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 常劝有家中的几房女眷信佛 家中人有病痛 往往请她们念经许愿还愿 二哥的丈母颇认的字 带来了玉力超传 妙庄王经一类的善书 常给我们讲说 牧连旧母游地府 妙庄王的公主 观音出家修行等故事 我把她带来的书都看了 又在戏台上看了观音娘娘出家 全本连台戏 所以脑子里装满了地狱的 残酷景象 后来三哥得了肺劳病 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曾养大 星五伯娘常为三哥拜神佛 许愿 甚至于召集和尚在家中 放咽口超度冤魂 三哥自己不肯参加行礼 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 跪拜行礼 我自己幼年身体也很虚弱 多病痛 所以我母亲也常请伯娘 带我去烧香拜佛 以家乡的风俗 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 观音菩萨座下 做弟子 还给我取了个佛名 上一字是个观字 下一字我忘了 我母亲爱我心切 时时叫我拜佛拜神 总须诚心敬礼 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 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 凡有神佛之处 她总叫我拜衣 有一年我害肚痛 眼睛里又起义 她带我许愿 病好之后 亲自到古堂山 观音菩萨坐前 烧香还愿 后来我病好了 她亲自跟伯娘带了我 去朝拜古堂山 山路很难走 她的脚是中年疼的 但她为了儿子 步行朝山 上山时走几步 便需坐下歇息 却总不说一声苦痛 我这时候自然也是很诚心的 跟着他们礼拜 我母亲盼望我读书成名 所以常常叮嘱我 每天要拜孔夫子 与陈先生学堂壁上 挂着一幅朱印实刻的 无道子画的孔子像 我们每晚放学时 总得对他拜一个一 我到大姐家去拜年 看见了外甥张燕香 比我大几岁 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 是用大纸匣子做的 用红纸简的神位 用火柴盒子做的记桌 桌子上贴着金纸简的 香炉烛台和贡献 神龛外边贴着许多 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 写着德配天地 道观古今一类的句子 我看了这神龛 心里好生羡慕 回到家里 也造了一座小圣庙 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 做了圣庙大庭 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 用一只五十茶小匣子呼上去 做了圣庙的内堂 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 香炉烛台等等 我在两乡又添设了 严冤子路一般圣门弟子的神位 也都有小记桌 我借得了一部连语泪边 超出了许多圣庙连扁句子 都用金银锡薄做成扁对 请禁人书写了帖上 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 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 她十分高兴 给我一张小桌子 专供着神龛 并且给了我一个铜箱炉 每逢初一和十五 她总叫我焚香敬礼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家义保存 到我二十七岁 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 但我的宗教前程 却早已摧毁破坏了 我在十一二岁时 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诸子的小学 念到了一段司马翁宫的家训 其中有论地狱的话 说 行迹朽灭 神亦飘散 虽有错梢充魔 亦无所失 我重读了这几句话 忽然高兴地直跳起来 牧连旧母 玉立超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 都呈现在我眼前 但我觉得都不怕了 放宴口的和尚 陈设在祭坛上的 十殿阎王的画像 和十八层地狱的 种种牛头马面 用钢叉 把罪人插上刀杉 插下油锅 抛下奈何桥下去 为恶狗毒蛇 这种种惨状 也都呈现在我眼前 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 我再三念这句话 行迹朽灭 神亦飘散 虽有错梢充魔 亦无所失 我心里很高兴 真像地藏王菩萨 把西藏一指 打开地狱门了 这件事我记不清 在哪一年了 大概在十一岁时 这时候 我已能够 自己看古文书了 雨晨先生教我看 《刚建一只鹿》 后来又教我改看 《玉批通建吉兰》 一只鹿有巨斗 故我不觉吃力 通建吉兰 需我自己用珠笔点读 故读得很迟还 有一次 二哥从上海回来 见我看《玉批通建吉兰》 他不赞成 他对雨晨先生说 不如看《资质通建》 于是我就点读 《资质通建》了 这是我研究 中国史的第一部 我不久便很喜欢 这一类的历史书 并且感觉朝代帝王年号的难记 就想编一部 历代帝王年号歌诀 晋人书很鼓励我做此事 我真动手编这部 七字句的历史歌诀了 此稿已遗失了 我已不记得这件野心工作 编到哪一朝代 但这也可算我的 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 可是谁也想不到 司马光的《资质通建》 竟会大大的影响 我的宗教信仰 竟会使我变成一个 无神论者 有一天 我读到《资质通建》 第136卷中 有一段 《纪犯诊》 齐良时代人 死时约在西历510年 反对佛教的故事 说 枕住神灭论 以为行者神之智 神者行之用也 神之于行 游利之于刀 未闻刀末而利存 岂容行王而神在在 此论出朝野宣话 难之终不能趋 我先已读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了 所以我读了这一段议论 觉得非常明白 非常有理 司马光的话 叫我不信地狱 范枕的话 使我更近一步 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 范枕用了一个辟语 说行和神的关系 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锋利一样 没有刀子 便没有刀子的快乐 那么没有形体 还能有神魂吗 这个辟语是很浅显的 恰恰和一个初开知识的 小孩子的程度 所以我越想越觉得 范枕说的有道理 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 神灭论 居然把我脑子里的 无数鬼神都赶跑了 从此以后 我不知不觉地 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我那时并不知道 范枕的神灭论 全文载在梁书卷四八里 也不知道当时许多人 搏他的文章 保存在红明集里 我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 就换了一个人 大概司马光也受了范枕的影响 所以有行迹朽灭 神意飘散的议论 大概他感谢范枕 故他编通见识 硬把神灭论 摘了最精彩的一段 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 他绝想不到 八百年后 这三十五个字 竟感悟了一个 十一二岁的小孩子 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 通见又记述范枕 和静灵王萧子良 讨论因果的事 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 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原文如下 子良赌号世事 招致明僧 讲论佛法 道俗之圣 江左未有 或亲为众僧 赋食行水 是颇以为 师宰相体 范枕圣称无佛 子良曰 君不信因果 何得有富贵贫贱 枕曰 人生如树花同发 随风而散 或福连晃 坠阴席之上 或观离墙 落愤混之中 坠阴席者 殿下是也 落愤混者 下官是也 贵贱虽负殊途 因果竟在何处 子良无以难 这一段议论 也只是一个辟语 但我当时读了 只觉得他说的 明白有理 就熟读了 记在心里 我当时实在还不能了解 范枕的议论的 哲学意义 他主张一种偶然论 用来破坏佛教的 果报轮回说 我小时听惯了 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 最怕来世 变猪变狗 忽然看见了范枕 不信因果的辟语 我心里非常高兴 胆子就大得多了 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 叫我不怕地狱 他的无因果论 叫我不怕轮回 我喜欢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叫我不怕 我信服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叫我不怕 我的思想 经过了这回解放之后 就不能虔诚 拜神拜佛了 但我在我母亲面前 还不敢公然说出 不信鬼神的议论 她叫我上分辞礼 去拜祖宗 或去烧香还愿 我总不敢不去 满心里的不愿意 我终不敢让她知道 我十三岁的正月里 我到大姐家去拜年 住了几天 到十五日早晨 才和外甥燕香 同回我家去看灯 她家的一个长弓 挑着新年糕饼等物事 跟着我们走 半路上 到了中屯外婆家 我们进去歇脚 吃了点心 又继续前进 中屯村口有个三门亭 供着几个神像 我们走进亭子 就指着神像对燕香说 这里没有人看见 我们来把这几个 烂尼菩萨拆下来 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这样突然主张毁坏神像 把我的外甥吓住了 他虽然听我说过 无鬼无神的话 却不曾想到 我会在这路亭里 提议实行捣毁神像 他的长弓 忙劝阻我道 门舅菩萨是不好得罪的 我听了这话更不高兴 偏要使使子去 治神像 恰好村子里有人下来了 燕香和那长弓 就把我劝走了 我们到了我家中 我母亲煮面给我们吃 我刚吃了几筷子 听见门外锣鼓响 便放下面 跑出去看舞狮子了 这一天来看灯的客多 家中人都忙着照料客人 谁也不来管我吃了多少面 我陪着客人出去玩 也就忘了肚子饿了 晚上陪客人吃饭 我也喝了一两杯烧酒 酒到了饿肚子里 有点作怪 晚饭后 我跑出大门外 被风一吹 我有点醉了 便喊道 月亮月亮 下来看灯 别人家的孩子也跟着喊 月亮月亮 下来看灯 门外的喊声 被屋里人听见了 我母亲叫人来换我回去 我怕她责怪 就跑出去了 来人追上去 我跑得更快 有人对我母亲说 我今晚喝了烧酒 怕是醉了 我母亲自己出来换我 这时候 我已被人追回来了 但跑多了 我真有点醉了 就和他们抵抗 不肯回家 母亲抱着我 我仍喊着 要月亮下来看灯 许多人围拢来看 我仗着人多 嘴里仍旧乱喊 母亲把我拖进房里 一群人拥进房来看 这时候 那位跟我们来的张家长弓 走到我母亲身边 嘀嘀地说 外婆 门舅今夜 怕不是吃醉了吧 今天我们从中屯出来 路过三门亭 门舅要把那几个菩萨 拖下来 丢到茅厕里去 他今夜嘴里乱说话 怕是得罪了神道 神道怪下来了 这几句话 他嘀嘀地说 我靠在母亲怀里 全听见了 我心里正怕喝醉了酒 母亲要责罚我 现在我听了长弓的话 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 我想 我胡闹 母亲要打我 菩萨胡闹 他不会责怪菩萨 于是我就闹得更凶 说了许多疯话 好像真有鬼神 附在我身上一样 我母亲着急了 叫燕香来问 燕香也说 我日里的确得罪了神道 母亲就叫别人来抱住我 她自己去洗手焚香 向空中祷告三门亭的神道 说我年小无知 触犯了神道 但求神道宽宏大量 不计较小孩的罪过 宽恕了我 我们将来一定亲到三门亭 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 邻舍都来看我 挤满了一屋子的人 有些妇女还提着火筒 灰州人冬天用瓦炉装探火 外面用密斯做篮子 可以随身携带 名为活童 房间里闷热得很 我热得脸都红了 真有点像醉人 忽然门外有人爆信说 龙灯来了 龙灯来了 男男女女都往外跑 都想赶到十字街口去 等候看灯 一会儿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 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 房里的闷热也消除了 我也疲倦了 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母亲许的愿好像是灵硬的 第二天 她教训了我一场 说我不应该瞎说 更不应该在神道面前瞎说 但她不曾责罚我 我心里高兴 万想不到 我的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过了一个月 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 她拿出钱来 在外婆家办了猪头贡献 备了香烛纸钱 她请我母舅 领我到三门亭里 去谢神还愿 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 她恭恭敬敬地摆好贡献 点起香烛 陪着我跪拜谢神 我忍住笑 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心里只怪我自己 当日扯谎时 不曾想到 这样比挨打 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直到我二十七岁回家时 我才敢对母亲说 那一年元宵节 附在我身上胡闹的 不是三门亭的神道 只是我自己 母亲也笑了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 光绪假晨年 也就是一九零四年的春天 三哥的肺病 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 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 我母亲也决定叫我跟他 到上海去上学 那时我名为十四岁 其实只有十二岁有龄 这一次我和母亲分别之后 十四年之中 我只回家三次 和他在一块的时候 还不满六个月 他只有我一个人 只因为爱我太深 忘我太怯 所以他硬气心肠 送我向远地去求学 临别的时候 他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不曾掉一滴眼泪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 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 去寻找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 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 所有的防身之巨 只是一个慈母的爱 一点点用功的习惯 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 也就是1904到1910年 换了四个学校 梅西学堂 城中学堂 中国工学 中国新工学 这是我一生的第二个段落 我父亲生平最佩服一个朋友 上海张焕伦先生 张先生自京福 他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 他自己办了一个梅西书院 后来改为梅西学堂 二哥三哥都在梅西书院住过 所以我到了上海 也就进了梅西学堂 我只见过张焕伦先生一次 不久他就死了 现在谈中国教育史的人 很少能知道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锋了 他死了22年之后 我在巴黎见着赵仪先生 赵先生自宋南 无锡人 他是张先生的得意学生 他说他在梅西书院很久 最佩服张先生的人格 受他的感化最深 他说张先生教人的宗旨 只是一句话 千万不要仅仅做了自了汉 我坐在巴黎乡间的草地上 听着赵先生说话 想着赵先生夫妇的刻苦生活和奋斗精神 这时候我心里想 张先生的一句话 影响了他的一个学生的一生 张先生的教育事业不算是失败 梅西学堂的课程是很不完备的 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 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 英文算学的程度虽好 国文不到头班仍不能毕业 国文到了头班 英文算学还很幼稚 却可以毕业 这个办法虽然不算顶好 但这和当时教会学堂的偏重英文 都是过渡时代的特别情形 我出到上海的时候 全部懂得上海话 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时 我穿着蓝泥的夹袍 降色泥大袖马褂 完全是个乡下人 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 因为我不懂话 又不曾开笔做文章 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 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班上读的是文明书局的盟学读本 英文班上用华英初阶 算学班上用笔算数学 我是读了许多古书的 现在读盟学读本 自然毫不费力 所以有功夫专读英文算学 这样过了六个星期 到了第四十二天 我的机会来了 教盟学读本的沈先生 大概也瞧不起这样浅进的书 更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 有人站起来 博证他的错误 这一天他讲的一课书里 有这样一段隐语 传曰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袖如蓝 沈先生随口说 这是左传上的话 我那时已勉强能说上几句上海话了 等他讲完之后 我拿着书走到他的桌边 低声对他说 这个传曰 是易经的戏词传 不是左传 先生脸红了说 能读过易经 我说读过 他又问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我说读过 诗经 书经 礼记 他问我做过文章没有 我说没有做过 他说 我出个题目 拨农坐坐试试看 他出了笑地说三个字 我回到座位上 勉强写了一百多字 交给先生看 他看了对我说 能跟我来 我卷了书包 跟他下楼走到前厅 前厅上 东面是头班 西面是二班 沈先生到二班课堂上 对教员顾先生 说了一些话 顾先生就叫我 坐在墨一排的桌子上 我才知道 我一天之中 升了四班 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 可是我正在欢喜的时候 抬头一看 就得发愁了 这一天是星期四 是作文的日子 黑板上写着两个题目 论题 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 古之为官也 将以预报 金之为官也 将以为报 我从来不知道 经义是怎样做的 所以想都不敢去想它 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 我还不很清楚 这个原日本之所由强 又从哪里说起呢 既不敢去问先生 班上同时 又没有一个熟人 我心里颇怪 沈先生太鲁莽 不应该把我升得这么高 这么快 忽然学堂的茶房 走到厅上来 对先生说了几句话 呈上一张字条 先生看的字条 对我说 我家中有要紧事 派了人来领我回家 卷子可以带回去坐 下星期四交卷 我正在着急 听了先生的话 抄了题目 逃出课堂 赶到门房 才知道三哥病危 二哥在汉口没有回来 我家那时在上海南市 开一个公益邮站 店里的管事慌了 所以赶人来领我回去 我赶到店里 三哥还能说话 但不到几个钟头 他就死了 死时 他的头还靠在我手腕上 第三天 二哥从汉口赶到 丧事办了之后 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 并且问他 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 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 二哥捡了明智维新三十年史 人银新民从报汇编一类的书 装了一大篮 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 费了几天的功夫 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 不久我也会做经意了 几个月之后 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 但英文还不曾读完华英出阶 算学还只做到利息 这一年梅西学堂改为梅西小学 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 我们听说学堂里 要送张在珍、王延、郑章和我四个人 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 我和王正二人都不愿意去考试 都不等到考试日期 就离开学堂了 为什么我们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试呢 这一年之中 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 都自命为新人物了 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 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 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 最有势力的时代 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 却在一般少年人的脑海里 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 有一天 王延君借来了一本《邹荣的革命军》 我们几个人传官都很受感动 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 所以我们到了晚上 等涉间茶叶过去之后 偷偷起来点着蜡烛 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 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 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 上海的报纸上 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 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 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里 都表同情于日本 都痛恨俄国 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酬鹅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 这一年 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 一件事革命党万福华 在租界内 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 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 一件事上海黄浦滩上 一个宁波木匠周生友 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 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 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 天天用减短沉痛的时评 替周生友喊冤 攻击上海的官厅 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 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周生友案的判决 使许多人失望 我和王延正章三个人 都恨极了上海到远海关 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 去痛骂他 这封信是匿名的 但我们总觉得不愿意 去受他的考试 所以我们三个人 都离开梅西学堂了 王延是一线人 后来不知下落了 郑章是朝阳人 后改名仲成 毕业于复旦 不久病死 我进的第二个学堂 是城中学堂 这学堂是宁波富商 叶城中先生创办的 原来的目的是 教育宁波的贫寒子弟 后来规模稍大 渐渐成了上海一个 有名的私立学校 来学的人便不限止于 宁波人了 这时候的监督是 张一山先生 总教是白振民先生 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学 他看见了我在梅西 做的文字 劝我进城中学堂 光绪已四年 也就是一九零五年 我就进了城中学堂 城中共有十二班 课堂分东西两排 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 第二班为西一斋 以下直到西六斋 这时候还没有严格规定的学制 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 用现在的名称来分 可说前六班为中学 其余六班为小学 城中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 国文英文算学之外 还有物理化学薄物图画诸科 分班略移各科的平均程度 但英文算学程度过低的 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进城中时 因英文算学太低 被编在东三斋第五班 下半年便升入东二斋第三班 第二年 丙武一九零六年 又升入西一斋第二班 城中管理很严 每月有月考 每半年有大考 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 考前三名的有奖品 我的考试成绩常常在第一 故一年升了四班 我在这一年半之中 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 教英文的谢昌熙先生 陈诗豪先生 张静仁先生 教算学的玉耀卿先生 都给了我很多的益处 我这时候对于算学最感觉兴趣 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 起来演习算学问题 卧房里没有桌子 我想出一个法子来 把蜡烛放在杖子外床架上 我扶在被窝里 扬起头来 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 因为下半年要跳过一班 所以我需要自己补习袋数 我买了一部丁福宝先生编的袋数书 在一个夏天 把初等袋数洗完了 下半年安然升班 这样的用功睡眠不够 就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有一个时期 我的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 但后来身体渐渐复原 耳朵也不聋了 我小时身体多病 出门之后逐渐强健 重要的原因 我想是因为 我在梅西和城中两年半之中 从来不曾缺一点钟体操的功课 我从没有加入竞赛的运动 但我上体操的课 总很用气力做种种体操 城中的教员之中 我受杨千里先生的影响最大 杨先生自天际 我在东三斋时 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 人都说他思想很新 我去看他 他很鼓励我 在我的作文稿本上提了 言论自由四个字 后来我在东二斋和西一斋 他都做过国文教员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 《侮辱伦山节》的 《严妇一本天眼论》来做读本 这是我第一次读天眼论 高兴得很 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 有一次的题目是 物竟天择 适者生存 适身其异 我的一篇 前几年城中校长曹熙觉先生 和现在的校长葛祖兰先生 曾在旧客圈内寻出 至今还保存在校内 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 小孩子能发挥的 但读天眼论 做物竞天择的文章 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眼论出版之后 不上几年 便风行到全国 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 读这书的人 很少能了解赫须离 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 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 优胜劣败的公式 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 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 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 这个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的公式 却是一种当头棒喝 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几年之中 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 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天眼 物镜 淘汰 天泽等术语 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俗语 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制式的口头禅 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 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 陈炯明不是号静存吗 我有两个同学 一个叫做孙静存 一个叫做杨天泽 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红 有一天早晨 我请我二哥带我想一个婊子 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 就用物竞天泽 适者生存的适字 好不好 我很高兴就用士之二字 二哥字少之 三哥字震之 后来我发表文字 偶然用胡适做笔名 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 也就是1910年 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我在城中一年半 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 严复义的群己全界论 像是在这时代读的 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 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 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 梁先生的文章 明白小唱之中 带着浓稚的热情 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 不能不跟着他想 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 还想往前走 他倒打住了 或是换了方向走了 在这种时候 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 但这种失望 也正是他的大恩惠 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 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 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 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 跟着他走 我们固然得感谢他 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 叫我们自己去探寻 我们更得感谢他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现在追想起来 有两点最分明 第一是他的新民说 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 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 又号新民子 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从报 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 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 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 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他说 未有四肢已断 五脏已债 金脏已伤 金脏已伤 血伦已和 而身游能存者 则亦未有 其民于漏 怯弱 患散 浑浊 而国游能力者 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 新民说 序论 他的根本主张是 无私之 无重私之 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 待无一不当从根底处 催陷阔清 除旧而不新者也 新民意 说得更沉重一点 然则就威王求进步之道 将奈何 约 必取数千年 横暴浑浊之正体 破碎而积粉之 使数千万 如虎如狼 如黄如男 如鹅如蛆之官吏 施其射属成虎之凭借 然后能抵挡常位 以上于进步之徒也 必取数千年 腐败柔媚之学说 阔清而辞辟之 使数百万 如蠢鱼 如鹦鹉 如水母 如畜犬之学子 无得摇笔 弄舌五文嚼字 为民贼之后援 然后能一心耳目 以行进步之时也 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 有二 一曰 无血之破坏 二曰 有血之破坏 中国如能为 无血之破坏乎 无心相而助之 中国如不得不为 有血之破坏乎 无摧蝶而哀之 新民说论进步 我们在那个时代 读这样的文字 没有一个人 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 他在那时代 我那时读的是 他在 人吟魁卯做的文字 主张最激烈 态度最鲜明 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 他很明白地提出 一个革命的口号 破坏亦破坏 不破坏亦破坏 后来他虽然 不坚持这个态度了 而许多少年人 冲上前去 可不肯缩回来了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 指出中国民族 缺乏西洋民族的 许多美德 梁先生很不客气地说 五色人相比较 白人最优 以白人相比较 条顿人最优 以条顿人相比较 暗格鲁萨逊人最优 序论 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 而最需财补的是功德 是国家思想 是进取冒险 是权力思想 是自由 是自治 是进步 是自尊 是和群 是生力的能力 是毅力 是义务思想 是尚武 是私德 是政治能力 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 抱着满腔的血尘 怀着无限的信心 用他那支 笔锋长代情感的剑笔 指挥那无数的历史历正 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 使人掉泪 使人感激 奋发的文章 其中如《论毅历》等篇 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 还感觉到它的魔力 何况我在十几岁 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新民说 朱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使我彻底相信 中国之外 还有很高等的民族 很高等的文化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 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使我知道 四书五经之外 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 为七个时代 一 胚胎时代 春秋以前 二 全盛时代 春秋末即战国 三 儒学统一时代 两汉 四 老学时代 魏晋 五 佛学时代 南北朝 唐 六 如佛混合时代 宋元明 七 衰落时代 近二百五十年 我们现在看这个分段 也许不能满意 梁先生自己后来也不满意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 以不认近二百五十年为衰落时代了 但在二十五年前 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 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 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 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 忽然停止了 使我大失望 假尘以后 我在新民从报上见他续作此篇 我高兴极了 但我读了这篇长文 终感觉不少的失望 第一 他论全盛时代 说了几万字的序论 却把本论 论诸家学说之根据 及其长短得失 全割下了 只注了一个缺字 他后来只补作了 子墨子学说一篇 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 第二 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 也全没有做 第三 他把第六个时代 宋元明整个割起不提 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 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 使我眼巴巴地忘了几年 我在那失望的时期 自己忽发野心 心想 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 补作这几张 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我越想越高兴 虽然不敢告诉人 却真打定主意 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 就是我后来做 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我从那时候起 就留心读周勤诸子的书 我二哥劝我读 诸子的《近思路》 这是我读理学书的第一部 梁先生的《德玉剑》 和《解本明如学案》 也是这个时期出来的 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 但我读的并不多 只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 和《正义堂丛书内的承诸语录》 我在城中的第二年 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 有一次我在自治会演说 题目是论性 我伯孟子姓善的主张 也不赞成荀子的姓恶说 我承认王阳明的 姓无善无恶 可善可恶是对的 我那时正读英文的《格志读本》 懂得了一点点最浅进的科学知识 就搬出来应用了 孟子曾说 人性之善也 有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我说 孟子不懂得科学 我们在那时候还叫做格志 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 又不知道地心犀利的道理 水无有不下 并非水性向下 而是地心犀利引它向下 犀利可以引它向下 高地的蓄水塔 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 水无上无下 只保持它的水平 却又可善可下 正向人性 本无善无恶 却又可善可恶 我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 我也很得意 以为我真用科学证明 告子王阳明的性论呢 我在城中只住了一年半 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 都是在这里打下的 城中的好处在于 管理的严肃 考试的认真 还有一桩好处 就是学校办事人 真能注意到 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 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 却认得各个学生 时时叫学生去问话 因为考试的成绩 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故每个学生的能力 都容易知道 天资高的学生 可以月级升两班 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 下等的不升班 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了 这种编制和管理 是很可以供现在办中学的人 参考的 我在西医斋做了班长 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 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 被开除的事 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 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 白先生悬牌责备我 祭我大过一次 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 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 不愿继续在城中了 恰好夏间中国工学招考 有朋友劝我去考 考取之后 我就在暑假后 也就是1906年 搬进中国工学去了 民国二十年三月十八日 北京 中国工学是因为光绪已四年 也就是1905年 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 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 其中一部分奉慨回国的人 在上海创办的 当风潮最烈的时候 湖南陈天华投海自杀 勉励国人努力救国 一时人心大震动 所以回国的很多 回国之后大家主张 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 以四十二月中 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 定名为中国工学 次年也就是丙武年 1906年春天 在上海新靶子路 黄板桥北租屋开学 但这时候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 已渐渐松懈了 许多官废生多回去复学了 上海那时还是一个 眼界很小的商部 看见中国工学里 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 自己办学堂 都认为奇怪的事 政府官吏 疑心他们是革命党 社会叫他们做怪物 所以赞助捐钱的人很少 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 就陷入了绝境 工学的干事姚洪夜先生 他是湖南异洋人 他基于义愤 遂于三月十三日 投江自杀 遗书几千字 说 我之死 为中国工学死也 遗书发表之后 舆论都对他表敬意 社会受了一大震动 赞助的人稍多 工学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当时读了 姚烈士的遗书 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 夏天我去投考 兼考的是总教席 马军武先生 国文题目是 研制 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 后来军武先生告诉我 他看了我的卷子 拿去给谭新修 彭诗迪先生传官 都说是为工学 得了一个好学生 我搬进工学之后 见许多同学 都是捡了辫子 穿着和服 拖着木鸡的 又有一些 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 戴着老花眼镜 捧着水烟袋的 他们的年纪 都比我大得多 我是做冠班长的人 到这里才感觉 我是个小孩子 不久我已赶得 工学的英文 数学都很浅 我在假班里 很不费气力 那时中国教育界的 科学程度太浅 中国工学至多 不过可比现在的 两级中学程度 然而 有好几门功课 都不能不请 日本教员来教 如高等代数 解析几何 博物学 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 有懂日语的同学翻译 假班的同学 有朱京农 李前赫等 都曾担任翻译 又有几位同学 还兼任学校的 职员或教员 如淡茂新 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 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 不相上下的 只有周烈忠 李俊 孙翠存 孙靖存 等几个人 教员和年长的同学 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 特别爱护我们 鼓励我们 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 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 受他们的影响最大 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 小孩子的生活 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 在一块 更觉得自己 不是个小孩子了 中国工学的教职员 和同学之中 有不少的革命党人 所以在这里 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 是最方便的 暑假年假中 许多同学 把《民报》缝在枕头里 带回内地去传官 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 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 捡去辫子 但我在工学三年多 始终没有人强迫我捡辫 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 直到二十年后 丹茂新先生才告诉我 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 曾商量过 大家都认我将来可以做学问 他们要爱护我 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但在当时 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 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 我快睡了 但军来找我说 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 替朋友带了一支手提小皮箱 将海关上要检查 他说没有钥匙 海关上不放行 但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 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 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 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 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 谁都不在了 我们只好样样回去 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 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 都用国语讲授 绝不能想象 二十年前的上海 还完全是上海化的世界 各学校全用上海化教书 学生全得学上海化 中国工学是第一个 用普通化教授的学校 学校里的学生 四川 湖南 河南 广东的人最多 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 大家都说普通话 教员也用普通话 江浙的教员 如宋耀儒 王先华 沈祥云朱先生 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 我初入学时 只会说辉州话和上海话 但在学校不久 也就会说普通话了 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 四川话清楚干净 我最爱学他 所以我说的普通话 最近于四川话 二三年后 我到四川客栈 园济 后济等 去看朋友 四川人只问 贵府是川东 是川南 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国工学创办的时候 同学都是创办人 职员都是同学中举出来的 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 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 想在这学校里 实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 姚洪夜列是遗书中所谓 以大公无我之心 行共和之法 即是此意 全校的组织分为 执行与平义两部 执行部的职员 教务干事 数务干事 商务干事 都是平义部举出来的 有一定的任期 并且对于平义部要负责任 平义部是班长和市长组织成的 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 平义部开会时 往往有激烈的辩论 有时直到点名西灯时 方才散会 平义员之中 最出名的是四川人 公从龙 口齿清楚 态度从容 是一个好议长 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 我年纪太小 第一年不够当平义员 有时在门外 听听他们的辩论 不禁感觉 我们在城中学堂的自智会 真是儿戏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 里有好几位同学 都是江西平乡和湖南李陵人 他们是林县人 说的话我听不大懂 但不到一个月 我们很相熟了 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 有一位中文辉 号古鱼 已有胡子 人叫他做中胡子 他告诉我 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 叫做敬业学会 目的是对于社会 敬与改良 对于个人 争自琢磨 所以定了这个名字 他介绍我进这个会 我答应了 中军是会长 他带我到会所里去 给我介绍了一些人 会所在校外 北四川路后府里 会中住的人 大概多是革命党 有个杨卓林 还有个廖德凡 后来都是因谋革命被杀的 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 中军之外 有谢银杰和丁洪海两军 他两人维持会晤最久 敬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 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巡报 就叫做静业寻报 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健先生 号顿根 来做编辑 寻报的宗旨 傅君说 共有四项 一振兴教育 二提倡民气 三改良社会 四主张自治 其实这都是门面语 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 他们的意思是要 传播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 所以决定用白话文 胡子方先生 后来的诗人胡诗卢 做发刊词 其中有一段说 今嗜好通人者 物为奸身之文 尘过高之义 以为士大福劝 而独不畏 彼时薄千万倍 礼相相驴之子寂 则是致亦致予亦予 致日少予日多也 故可谓智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 署名大午 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 说 诸位啊 要救中国 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 要联合中国的人心 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 但现在中国的语言 也不知有多少种 如何叫他们合而为一呢 除了通用官话 更别无法子了 但是官话的种类 也很不少 有南方官话 有北方官话 有北京官话 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 只需模仿北京官话 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列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 有多数是中国工学的学生 所以都感觉 普通国语的需要 国语一个目标 屡见于敬业寻报的第一期 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敬业寻报第一期 是秉武年 也就是1906年9月11日出版的 同住的中军 看见我常看小说 又能做古文 就劝我为寻报做白话文 第一期里 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学 署名七字圣生 那时候我正读老子 爱上了自圣者墙一句话 所以取了个别号叫西墙 又自称七字圣生 这篇文字 是我的第一篇白话文字 所以我抄其中说 地球是圆的一段 在这里做一个纪念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 远远地望着来往的船只 那来的船呢 一定是先看见它的桅杆顶 以后方能够看见它的风帆 它的船身 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 那去的船呢 却恰恰与来的相反 它的船身 一定先看不见 然后看不见它的风帆 直到后来 方才看不见它的桅杆顶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那地是圆的 所以来的船 在那地的低处 慢慢行上来 我们看去 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 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 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 朱军们如再不相信 可捉一只苍蝇 摆在一只苹果上 叫它从下面爬到上面来 可不是先看见它的头 然后再看见它的脚吗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 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 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 短处是浅显 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 二十五年来 我报定一个宗旨 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 所以我从来不怕人 笑我的文字浅显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 胆子大起来了 忽然决心 做一部长篇的张回小说 小说的题目叫做《真如岛》 用意是破除迷信 开通明智 我拟了四十回的回目 便开始写下去了 第一回就在寻报第三期上发表 丙武十月初一日 回目是 余善人疑心至极 孙少武正论驱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 话说江西广信府 贵西县城外 有一个热闹的市镇 叫做神泉镇 镇上有一条街 叫做福尔街 这街尽头的地方 有一所高大的房子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 这屋的楼上有二人在那里说话 一个是一位老人 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 鬓发已略有些花白了 躺在一张床上 把头靠近床檐 身上盖了一条后背 面上甚是消瘦 好像是重病的模样 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 生得仪容端正 气概轩昂 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 听那个老人说话 我小时最痛恨道教 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 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 但我实在不知道 贵西县的地理风俗 所以不久 我就把书中的主人翁 孙少武搬到我们晖州去了 静夜寻报出到第十期 便停办了 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 也停止了 直到物申年 也就是一九零八年 三月十一日 寻报复活 第十一期才出世 但傅君建议不来了 编辑无人负责 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 到了物申七月 寻报第二十四期以下 就归我编辑 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 我做了不少的文字 有时候全期文字 从论说到识文 差不多都是我做的 珍如岛也从第二十四期上 续作下去 续到第十一回 寻报停刊了 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 这十七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 这几十七的静夜寻报 给了我一个绝好的 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 使我可以把在家乡 和在学校得着的 一点点知识和见解 整理一番 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 寻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 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 尤其是我对于宗教迷信的思想 例如珍如岛小说第八回里 孙少武这样讨论因果的问题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 从前有人说 譬如窗外这一束花儿 支支朵朵都是一样 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 不多一会儿 起了一阵狂风 把一束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 那许多花朵 有的吹上连笼 落在锦音之上 有的吹出墙外 落在愤混之中 这落花的好歹不同 难道好说是 这几只花的善恶报应不成 这话很是 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 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 有了一个因 必收一个果 譬如吃饭自然会饱 吃酒自然会醉 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 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 但是吃饭 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 种瓜是瓜的作用 生出新瓜来 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 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 什么上帝呢 菩萨呢 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 为什么不能禁止于未作孽之前呢 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 何不把天下的人 个个都成了善人呢 天既生了恶人 让他在世间作恶 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 这可不是书上说的 出而反而吗 总而言之 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 便不能罚那恶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饭枕的话 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 这是很不迟疑的无神论 这时候我另在寻报上 发表了一些无鬼从话 第一条 就引司马翁公 行计朽灭 神意飘散 虽有错梢充摩 亦无所失的话 和范枕 神之于行 犹立之于刀的话 第二条 引苏东坡的诗 庚田欲语 亦欲情 去得顺丰来者愿 若使人人倒折碎 造物应须日千变 第三条痛骂西游记和风神榜 其中有这样的话 服侍君子处颓臂之势 不能磨顶放肿 闭口娇舌 以晚滔滔之狂澜 何若隐遁穷碎 与木石终其身 更安忍随波逐流 阿语取荣于当世 永自私立其身 本条前面说风神榜的作者 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做嫁资 其婿果然因此发财 所以此处有自私立的话 天壤间国有鬼神者 则地狱之社正为此辈 此其人更安有著书资格也 从画原是用文言做的 这是物申 也就是1908年8月发表的 谁也梦想不到 说这话的小孩 在15年后 1923年 居然很热心地 替西游记做两万字的考证 如果他有好材料 也许他将来 还替风神榜做考证 在《无鬼从画》的第三条里 我还接着说 王智有之 托于鬼神 十日捕世 已乱众者诸 无独怪夫 数千年来之 长治权者 之以济世明道自欺者 乃猛然不知注意 或是污民之学说 得以大行 遂与我神州民族 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杰弗 无希未 数千年来 仅得许多 农包皇帝 混账圣贤 无其好 利人哉 无其好 利人哉 这里很有味道的臭味 但也可以表现 我在不满十七岁时的思想路子 从画第四条说 无常持无鬼之说 论者或旧余 畏惧一切地域因果之说 而摧陷之 使人人敢于为恶 书被先王神道社教之指 此言余不能授也 今日地域因果之说盛行 而恶人亦多 民得日落 神道社教之成效果 何如者 且处自思想竞争时代 不去辞种种魔障 思想又乌从而生也 这种夸大的口气 出于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笔下 未免叫人读了冷笑 但我现在回看 我在那时代的见解 总算是 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 比起现今一般 在几个抽象名词里 翻筋斗的少年人们 我还不敢惭愧 敬业寻报上前一些文字 我早已完全忘记了 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 曾登报征求全份的敬业寻报 大概他们不知道 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 是胡适做的 似乎也没有效果 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 搜求了几年 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 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 真有如同格式之感 但我很诧异的是 有一些思想 后来成为我的重要的出发点的 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 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 例如我在寻报第三十六期上 发表一篇苟且 痛论随便省事 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 说苟且二字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 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 我在真如岛小说第十一回 寻报三十七期 论伏击的迷信也说 成政翁 你想吧 别说没有鬼神 即使有鬼神 那官地屡祖何等尊严 岂肯听那一二章伏绝的号召 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 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 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 只晓得随波逐流 随声附和 国民遇到这一步田地 照我的眼光看来 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 所以宋朝大儒成一川说 学缘于思 这区区四个字 简直是千古致言 郑先生说到这里 回过头来 对一华一黄道 成子这句话 你们都可写作作又名 学缘于思一句话 是我在成中学堂 读诸子禁思路时注意到的 我后来的思想 走上了贺须离和杜威的路上去 也正是因为 我从十几岁时 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时代 我在李申伯伴的 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 论成绩之不近人情 转载在寻报二十九期 我不但反对成绩儿子 并且根本疑问 为什么一定要儿子 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 我如今要见一个极孝顺 永远孝顺的儿子 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 这个儿子是谁呢 便是社会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 人人异世的名誉 万古流传 永不淹没 全社会都崇拜他们 纪念他们 无论他们有子孙 没有子孙 我们纪念着他们 总不少减 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 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 纪念他们 啊快快 这些英雄豪杰 人人异世的孝子贤孙 多极了 多极了 一个人能做许多 有益于大众 有功于大众的事业 便可以把全社会 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 列位要记得 儿子孙子 亲生的 成绩的都靠不住 只有我所见的孝子顺孙 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 最初起于 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 出记 真伯父家的痛苦情形 是从一个真问题上 慢慢想出来的 一些结论 这一点种子 在四五年后 我因读培根的论文 有点感触 在日记里 写成我的无后主义 在十年以后 又因为我母亲之死 引起了一些感想 我才写成 不朽我的宗教一文 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 这几十期的敬业寻报 不但给了我一个 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 还给了我一年多 做白话文的训练 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 如中国白话报 杭州白话报 安徽 安徽俗话报 宁波白话报 潮州白话报 都没有长久的寿命 光绪宣统之间 范红仙等办 国民白话日报 李深博伴 安徽白话报 都有我的文字 但这两个报 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 敬业寻报 出道四十期 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 我从第一期投稿起 直到它停办时止 中间不过有短时期 没有我的文字 和敬业寻报 有编辑关系的人 如傅军健 如张丹甫 如叶德征 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 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 我不知道 我那几十篇文字 在当时有什么影响 但我知道 这一年多的训练 给了我自己 绝大的好处 白话文从此 成了我的一种工具 七八年之后 这件工具 使我能够在 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 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 我进中国工学不到半年 就得了矫气病 不能不告假医病 我住在上海南市 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 偶然翻读 《侮辱轮选》的一种古文读本 其中第四册 全是古诗歌 这是我第一次读古体诗歌 我忽然感觉很大的兴趣 病中每天读书几首 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 我小时曾读一本《律诗》 毫不觉得有兴慰 这回看了这些乐府歌词 和五七言诗歌 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 才知道做诗 原来不必先学对账 我背熟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茨》 第二首是《印马长城枯行》 第三是《古诗十九首》 一路下去直到陶前杜甫 我都喜欢读 读完了《侮辱轮》的选本 我又在二哥的藏书里 寻得了《陶渊明吉》 和《白香山诗选》 后来又买了一部《度诗静泉》 这时代我专读古体歌行 不肯再读律诗 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 路过静夜寻报社 我进去看附军舰 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 我回到了宿舍 写了一首送别诗 自己带给军舰 问他像不像诗 这诗我记不得了 只记得开端是 我以何姻缘得交附军舰 军舰很夸奖我的送别诗 但我终有点不自信 过了一天 他送了一首 《留别是之即贺赠别之作》来 用日本卷尖写好 我打开一看 真吓了一跳 他诗中有 天下英雄君与我 文章知己有奸诗两句 在我这刚满十五岁的 小孩子的眼里 这真是受宠若惊了 难道他是说谎话 哄小孩子吗 我忍不住这样想 君剑这幅诗间 我赶快藏了 不敢给人看 然而他这两句 鼓励小孩子的话 可害苦我了 从此以后 我就发愤读诗 想要做个诗人的 有时候 我在课堂上 先生在黑板上 解高等代数的算式 我却在斯密斯的 大代数学底下翻 诗运合璧 练习簿上 写的不是算式 是一首未完的 济游诗 一两年前 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 浮在枕头上 演习代数问题 那种算学兴趣 现在都被 作诗的新兴趣赶跑了 我在病角器的 几个月之中 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同时也决定了 我一生的命运 我从此走上了 文学史学的路 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 想走到 自然科学的路上去 但兴趣已深 习惯已成 终无法挽回了 丁卫正月 也就是一九零七年 我游苏州 三月与中国工学 全体同学 旅行到杭州 我都有诗寄游 我那时全不知道 诗运是什么 只依家乡的方音 念起来同运 便算同运 在西湖上 写了一首绝句 只压了两个运角 杨千里先生 看了大笑 说一个字在游运 一个字在消运 他替我改了两句 意思全不是我的了 我才知道 作诗要应记诗运 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 来迁就诗的运角 定位五月 我因角气病诱发了 遂回家乡养病 我们辉州人 在上海得了角气病 必须赶紧回家乡 行到前塘江的上游 脚肿便渐渐退了 我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 母亲很高兴 从此以后 我十年不归家 也就是一九零七 到一九一七年 那是母亲和我 都没有料到的 那一次在家 和近人书 相聚甚久 她很鼓励我做诗 在家中和路上 我都有诗 这时候 我读了不少 白居易的诗 所以我这时期的诗 如在家乡做的 气负行 很表现 长庆级的影响 定位以后 我在学校里 颇有少年诗人之名 常常和同学们唱贺 有一次 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诗 押了一个称字运 同学和教员 合作的诗 有十几首之多 同学中 如汤昭 宝民 朱经 京农 任洪俊 书永 沈亦孙 燕谋等 都能做诗 教员中 如胡子方先生 石一参先生 等等 也都爱提倡诗词 紫方先生 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 胡诗卢 这时候 他教我们的英文 英文教员 能做中国诗词 这是当日 中国工学的一种特色 还有一位英文教员 姚康侯先生 是 孤鸿鸣先生的学生 也是很讲究 中国文学的 孤先生义的 痴汉骑马歌 其实是 姚康侯先生 和几位同门 修改润色的 姚先生 在课堂上 常教我们翻译 从英文译汉文 或从汉文译英文 有时候 我们自己 从读本里 挑出爱读的英文诗 要几个能诗的同学 分头翻译成中国诗 拿去 给姚先生 和胡先生评改 姚先生 常劝我们看 孤鸿鸣意的论语 他说 这是翻译的模范 但五六年后 我得性读 孤先生义的中庸 感觉很大的失望 大概当时 所谓翻译 都侧重自由的意义 务必要典雅 而不妨 变动原文的意义 与文字 这种训练 也有它的用处 可以使学生 时时想到 中西文字 一同之处 时时想 某一句话 应该怎样翻译 才可算答与雅 我记得我们 示意一首英文诗中 有Skycrow一个字 我们大家想了几天 想不出一个 典雅的译法 但是这种功夫 现在回想起来 不算是浪费了的 我初学作诗 不敢做律师 因为我不曾学过 对对子 觉得那是很难的事 务深 1908年以后 我偶然试作 一两首五岩律师 来送朋友 觉得并不很难 后来我也常常 做五七岩律师了 做惯律师之后 我才明白 这种体材是 四难而十易的把戏 不必有内容 不必有情绪 不必有意思 只要会辨戏法 会搬运典故 会调音节 会对对子 就可以周成一首律师 这种体材 最疑于做 没有内容的 应酬诗 无论是 电厅上 应酬皇帝 或寄宿舍里 送别朋友 把头摇几摇 想出了中间两连 凑上一头一尾 就是一首诗了 如果是现运或合运的诗 只消从运脚上去着想 那就更容易了 大概律师的体材 和布运的方法 所以不能废除 正因为 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 我那时读杜甫的 五言律师最多 所以我做的五律 颇受他的影响 七言律师 我觉得没有一首 能满意的 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 就不做了 现在我把我在那时 做的诗 抄几首在这里 也算一个时期的纪念 秋日梦返故居 雾身八月 秋高风怒豪 客子中怀乱 扶枕一太息 悠悠归礼门 入门拜慈母 母方抚孙完 其儿见书来 牙牙似相患 拜母妇入室 朱嫂同吹灿 问答乃未已 举头日已干 放其长聚首 起腹一梦幻 年来历世故 遭记多忧患 耿耿苦思家 听人鸡翅 君人梦 雾身 驾生消歇目云尘 耿耿天河灿烈星 战士疮仪横满地 卷者酣眠 窗者氏 整个芥草 亦渠然 实践当人影摇曳 长夜沉沉 夜未央 桃然入梦 已三次 梦中忽自顾 身已离航舞 秋风拂金绣 独行书举举 唯见日东出 迎我归乡土 纵横千末间 尽是吊游记 时闻老农 易道歌 又听牛羊 豪山吉 归来欺有 闲艳吉 誓言不复相离别 娇儿 数数亲无额 少妇情深自乌业 举世睁言 君以眷 幸得归休 免征战 惊回好梦 日昔微 梦魂渺渺 成虚愿 酒醒极有 酒能消万绿 以分醉如泥 竹泪流干后 更生断絮时 醒来还苦意 起坐一沉思 窗外东风俏 星光弹欲垂 女幽陆菊芬眼 仿棉花 极有 永夜轻机柱 悠悠念远人 诸贤先止弄 一曲脆梅嫔 满座天涯客 无端屡思心 未应儿女语 争奈不胜春 秋流有序 极有 秋日是也 见万木皆有衰逸 而流以弱智 济自高秋 独能迎风而舞 意态自如 其老是所谓 能以弱者存也 赶而复之 但见 消搜万木催 上鱼垂柳 浮人来 西风莫笑 长条弱 也向西风 五亿回 雾身 也就是一九零八年九月间 中国工学 闹出了一次大风潮 结果是 大多数学生 退学出来 另组织一个 中国新工学 这一次的风潮 为的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中国工学在最初的时代 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 平义部为最高立法机关 执行部的干事 即由公选产生出来 不幸这种共和制度 实行了九个月 丙武二月至十一月 就修改了 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 一是因为发起的流日学生 逐渐减少 而新招来的学生 逐渐加多 已不是当初发起时 学生与办事人 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 二是因为社会和政府 对于这种共和制度 都很遗迹 三是因为工学既无校舍 又无基金 有请求关款补助的必要 所以不能避免外界 对于工学内部的遗迹 为了这种种原因 工学的办事人 就在丙武 1906年的冬天 请了郑校区 张俭 雄熙玲等几十人 做中国工学的董事 修改章程 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 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 董事会根据新章程 公举郑校区为监督 一年后 郑校区辞职 董事会又举 夏靖官为监督 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 他们都不常到学校 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 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 工学的干事 就不能由同学工选了 平一步是新章所没有的 选举的干事 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 术务长 斋务长了 这几位办事人 外面要四处募捐 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 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 有稳定的必要 况且前面已说过 校章的修改 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 中国工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 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 不得修改 这是我们的宪法上载着的 唯一的修正方法 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 是非法的 平一步的取消也是非法的 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 当家日子久了 总难免猫狗皆闲 何况同学之中 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 旧日同辈的朋友呢 在校上课的同学 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 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 学问上没有进境 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 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 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 混合在一块 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义制的平一步取消之后 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 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 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 干事答应了校章 可由全体学生修改 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 整理成一个草案 又开了几次会 才议定了一本校章 一年多的争执 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 新监督夏先生 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 这新改的校章 到了物申 1908年9月初三日 校友会开大会 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 会尚未散 监督呼出布告 完全否认学生有定改校章之权 这竟是完全取消 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 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 一道说 集会演说 学堂玄为力尽 校友会以后 不准再行开会 一道说 学生代表朱京 朱福华 畅首山众 私发传单 侮辱职员 要挟发布 所自改印章程 屡戒不圈 纯用意气 实属有意破坏工学 赵章应急赤退 现一日内班移出校 初四日 全体学生签名停课 在操场上开大会 下午干事又出布告 开除学生 罗军毅 周烈忠 文之校等七人 并且说 如仍负从停课 即当将停课学生 全行解散 另行组织 初五日 教员出来调停 详请董事会 出来挽救 但董事会 不肯开会 初七日 学生大会 遂决议 筹备 万一学校 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 董事 陈三立先生 出来调停 但全校人心 已到了 很激昂的程度 不容易挽回了 初九日 校中布告 今定于星期日 暂停膳食 所有被携诸生 可先行退出校外 暂住数日 准于今日午后 一时起 在环球中国学生会 发给履膳费 四本公学 将此案半截后 再行布告 来校上课 这样的压迫手段 激起了校中 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愤 他们决定退学 遂推举干事 筹备另创新校的事 退学的那一天 秋雨淋漓 大家冒雨 搬到 爱尔进路 庆祥里 新租的校舍里 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 饭厅上桌凳都不够 碗碟也不够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 所以不但不叫苦 还要各自掏腰包 捐出钱来 做学校的开办费 有些学生 把筹医金表都拿去 当了钱 来捐给学堂 做开办费 十天之内 新学校筹备完成了 居然聘教员 排功课 正式开课了 校名定为 中国新工学 学生有160人 在这风潮之中 最初的一年 因为我是新学生 又因为我告了 长时期的病假 所以没有参与 同学和干事的争执 到了风潮 正激烈的时期 我被举为大会书记 许多记录和宣言 都是我做的 虽然不再被开除之列 也在退学之中 朱经 李勤赫 罗军义 被举做干事 有许多旧教员 都肯来担任教课 学校虽然得到社会上 一部分人的同情 捐款究竟很少 日常经费很感觉困难 李勤赫军担任教务干事 有一天 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 他要我担任 低级各班的英文 每星期 交课三十点钟 月薪八十元 但他声明 自家同学做教员 心奉是不能全领的 总得欠着一部分 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 虽然换了三个学堂 始终没有得到一张毕业证书 我若继续上课 明年可以毕业了 但我那时 却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 我家本没有钱 父亲死后 只剩几千两的存款 存在同乡店里生息 一家人全靠这点出息过日子 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 分摊起来 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我的二哥是个有干财的人 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 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 又靠他的同学朋友 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 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 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 锐星泰茶叶店 但近几年之中 他的性情变了 一个拘谨的人 变成了放浪的人 他的费用变大了 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市 店中所托的人 又不很可靠 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 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 当务深的下半年 我家只剩汉口 一所无力可图的酒站 两宜站了 这几个月以来 我没有钱住宿舍 就寄居在敬业寻报社里 也在庆祥里 从七月起 我担任寻报的编辑 每出一期报 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 住宿和饭食 都归社中担付 我家中还有母亲 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 母亲也知道 家中破产就在眼前 所以寄信来 要我今年回家去 把婚事办了 我斩钉截铁地 阻止了这件事 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 其实是我知道 家中没有余钱 给我办婚事 我也没有钱养家 正在这个时候 李勤贺军来劝我在 新工学做教员 我想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从此以后 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 还要改作文卷子 十七八岁的少年人 精力正强 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 直交到第二年 1909年冬天 中国新工学解散时为止 以学问论 我那时怎配教英文 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 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 所以这一年之中 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 我教的两班 后来居然出了几个 有名的人物 饶育太 庶人 杨全 姓佛 盐庄 敬斋 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 后来我还在校外 收了几个英文学生 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希若 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 专习英国文学 不然我可真抖了 敬业寻报庭刊之后 我搬进新工学去住 这一年的教书生活 虽然很苦 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 我在中国工学两年 受姚康侯和王云武两先生 的影响很大 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 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 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 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 现在做了英文教师 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 弄得清楚 所以这一年之中 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 却在文法方面得到很好的练习 中国新工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 支持了一年多 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 那时候的学堂多不讲究 图书仪器的设备 只求做到教员好 功课紧 管理研 就算好学堂了 新工学的同学因为要争一口气 所以成绩很好 管理也不算坏 但经费实在太穷 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心奉 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寻补捐的人的恶气 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与寻补捐 同学们大家凑数钱来借给干事处 有一次干事诸精农军 即诸精 感觉学校经费困难已到了绝地 他忧愁过度 神经错乱 出门乱走 走到了徐家会的一条小河边 跳下河去 幸遇人救起 不曾丧命 这时候 中国工学的吴松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 但学生很少 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 知道了两个中国工学的争持 大都表同情于新工学 所以新工学的学生总比老工学多 例如袁明云的张希若等一些陕西学生 到了上海 赶不上招考时期 他们宁可在新工学附近租屋补习 却不肯去老工学报名 所以中国新工学的招牌一天不去 中国工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 老工学的职员万不料 我们能支持这么久 他们也知道我们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 如朱福华 朱京农 薛传斌等 都有有力的介绍 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 新工学募款若成功 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工学的三干事之中 张邦杰先生 俊生 当风潮起时 在外省募款未归 他回校后 极力主张调停 收回退学的学生 不幸张先生因建筑吴松校舍 积劳成病 不急建两校的合并就死了 新工学董事长李平舒先生 因新校经济不易维持 也赞成调停合并 调停的条件大致是 凡新工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 都可回去 新工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 新工学所有亏欠的债务 一律由老工学担负清偿 新工学一年之中 亏欠已在一万元以上 捐款究竟只是一种 不能救急的希望 职员都是少年人 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来办学堂 究竟不能持久 所以到了极有1909年10月 新工学接受了调停的条件 决意解散 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 我有提新校合影的五律二手 七律一手 可以纪念我们在那时候的感情 所以我抄在这里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 工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 艰难又一年 滇威拒有责 成败起游天 暗暗愁滋别 悠悠注入闲 不堪回首处 沧海已桑田 此地亦为别 亦依无限情 凄凉看日落 萧瑟听风鸣 应有天涯感 无望城下蒙 相邪入图画 万绿苦相迎 十月再提新校教园合影 也知胡月同周易 无奈惊涛动地来 江上飞鸟游绕树 尊前残辣已成灰 昙花幻想空于恨 红爪遗痕亦可哀 莫笑牢牢做除狗 且论臭味道臣台 这都算不得失 但应有天涯感 无望城下蒙两句 却是当时的心理 合并之后 有许多同学 都不肯回老公学去 也是为此 这一年的经验 为一个理想而奋斗 为一个团体而牺牲 为共同生命而合作 这些都在我们 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 留下磨不去的影子 二十年来 无人写这一段历史 所以我写这几千字 给我的一般老同学 留一点红爪遗痕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 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 在物身极有 也就是一九零八到一九零九两年之中 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极有年 大哥和二哥回家 主张分析家产 我写信回家 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 不要家中的产业 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 分开时 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 半所屋而已 那一年之中 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 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 她自己也病倒了 我在新工学解散之后 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 前途茫茫 毫无把握 哪敢回家去 只好寄居在上海 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 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 又遇着一般浪漫的朋友 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国新工学有一个德国教员 名叫何德梅 他的父亲是德国人 母亲是中国人 他能说广东话 上海话 官话 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 他全会 我从新工学出来 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 这两所房子是通的 他住东吴 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吴 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军墨 树 但怒刚 茂新 诸位先生 离我们不远 住着唐贵良 莽先生 是唐财长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 都有革命党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 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 党人死的不少 这些人都很不高兴 都很牢骚 何德梅长腰这般人打麻将 我不久也学会了 我们打牌不赌钱 谁赢谁请吃雅续园 我们这一般人都能喝酒 每人面前摆一大壶 自珍自饮 从打牌到喝酒 从喝酒又到教局 从教局到吃花酒 不到两个月 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 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 赌博到吃馆子为止 逛窑子到吃乡边的花酒 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 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 林军末和唐贵良发起学唱戏 请了一位小喜鹿来教我们唱戏 同学之中有欧阳宇倩 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 我醉不行一句也学不会 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 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 同乡有许怡孙 程乐亭 张熙吕诸人 旧同学有郑仲成 张鼠川 郑铁如诸人 怡孙见我随着一班朋友 发牢骚学堕落 他常常规劝我 但他在吴松复旦工学上课 是不常来的 而这一般玩的朋友 是天天见面的 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 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 有时候整天的打牌 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 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 喝得不少了 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 那晚上雨下得很大 下了几点钟还不止 君墨桂梁留我打牌 我因为明天要教书 那时我在华同工学 教小学生的国文 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 他们看我能谈话 能在一碟橘票上写诗词 都以为我没有喝醉 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 谈话写字 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 我全部记忆 出门上车以后 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 我才醒来 眼睛还没有睁开 就觉自己不是睡在床上 是睡在硬的地板上 我疑心昨夜喝醉了 睡在家中的楼板上 就喊了一声老鹏 老鹏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 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 我已坐起来了 眼也睁开了 奇怪得很 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 只有前面有亮光 望出去好像没有门 我仔细一看 口外不远 还好像有一排铁炸了 我定神一听 听见栏杆外 有皮鞋走路的声响 一会儿 嘀托嘀托地走过来了 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 这大概是巡捕房 只不知道我怎样 到了这儿来的 我想起来问一声 这时候才觉得 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 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 都是湿透了的 我摸来摸去 摸不着那一只皮鞋 只好光着一只袜子 站起来 扶着墙壁走过去 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 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夜喝醉了酒 打伤了巡捕 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儿早呢 八点钟有人来 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 才看见我的旧皮袍 不但是全湿透了 衣服上还有许多污泥 我觉得脸上有点疼 用手一摸 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 并且有破皮的疤痕 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一会儿就是八点钟了 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 一个巡捕头坐着 一个浑身污泥的巡捕 立着回话 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污泥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的时候 我在海宁路上班 雨下得正大 忽然 这时巡捕指着我 又继续说道 他走来了 手里拿着一只皮鞋 敲着墙头 嘀托嘀托的响 我拿巡捕灯一照 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 我看他喝醉了 怕他闯祸 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 他就用皮鞋打我 我手里有灯 抓不住他 被他打了好几下 后来我抱住他 抢了他的鞋子 他就和我打起来了 两个人抱住不放 滚在地上 下了一夜的大雨 马路上都是水 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 我的灯也打碎了 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 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 我吹轿子 换来了一部空马车 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 关在马车里 才能把他送进来 我的衣服是烘干了 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 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 但也像是擦破了皮 不像是皮鞋打的 他解开上身 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寻补头问我 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 他听说我是在华同工学教书的 自然不愿得罪我 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 大概要罚几块钱 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只皮鞋 和一条腰带还给我 我穿上了鞋子 才想起 我本来穿有一件段子马褂 我问他要马褂 他问那泥屋的寻补 他回说 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 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很冷静的 我上了车就睡着了 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 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楼 我大概睡得很熟 不能回答了 车夫叫我不行 也许推我不行 他就起了坏心思 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 又把我的马褂拨去了 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 也许是丢了的 他大概还要拨我的皮袍 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 就和他抵抗 那一带是没有寻补的 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 我大概追他不上 自己也走了 皮鞋是跳舞鞋似的 没有鞋带 所以容易掉下来 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 就掉下来了 也许我拾起了一只鞋子 来追赶那车夫 车夫走远了 我赤着一只脚在雨地里 自然追不上 我慢慢地依着下意识走回去 罪人往往爱装面子 所以我丢了东西 反唱起歌来了 也许唱歌是那个寻补的胡说 因为我的意识 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 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 但我想到 在车上熟睡的一段 不禁有点不寒而栗 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 哪能比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呢 寻补头许我写一封短信 叫人送到我的家中 那时候郑铁如 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 住在我家中 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 准备做罚款 上午开堂问世的时候 几分钟就完了 我被罚了五元 做那个寻补的养伤费和赔登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 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 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 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 全蒸热了 我照镜子 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 不要紧的 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 医道颇好 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 他下了很重的泄药 泄了几天 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 我忍不住叹一口气 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 心里百分懊悔 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 我呢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 期望着我的慈母 我没有掉一滴眼泪 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去辞了华同工学的职务 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垫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 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是更需1910年 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 听说考试取了被取的 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 我决定关起门来 预备去应考试 许一孙来看我 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 我所绿的有几点 一是要愁养母之费 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 三是要愁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 一孙答应替我去设法 后来除他自己之外 帮助我的有成乐亭的父亲松唐先生 和我的足书祖杰府先生 我庇护读了两个月的书 就和二哥邵芝一同北上 到了北京 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 志寻的后代 介绍我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 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 所以费用极少 在北京一个月 我不曾看过一次戏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 要我从十三京著书用功起 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 留美考试分两场 第一场考国文英文 及格者采取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 国文试题为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 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 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 就做了一篇乱谈考剧的短文 开卷就说 举之作也不可考矣 归之作也 其在周之末是乎 下文我说周必算经 作缘之法 足正其实 尚不知道用归作缘 又孔子说 不与举 而不并举归举 至末子孟子时以规矩并用 足正归之晚出 这完全是一时一响天开的考剧 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 也有考剧笔 大赏识这篇短文 批了一百分 英文考了六十分 投场平均八十分 取了第十名 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 如西洋史 如动物学 如物理学 都是我临时抱佛脚 预备起来的 所以考得很不得意 幸亏投场的分数 占了大便宜 所以第二场 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 取送出阳的共七十名 我很挨尽榜尾了 南下的旅费 是杨景苏先生借的 到了上海 杰府书祖 许我每年预必要时 可以店前寄给我的母亲 供家用 遗孙也答应帮助 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忙 我是不能北去 也不能放心出国的 我在学校里用 胡红的名字 这回北上应考 我怕考不取 为朋友学生所孝 所以临时改用 胡适的名字 从此以后 我就叫胡适了 民国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七日夜 提起我们当时讨论文学革命的起因 我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 这个人叫做中文敖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的影响 他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 他的职务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 他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 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 他印了一些宣传品 和每月的支票 加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们 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 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 废除汉字改用字母 多种树 种树有益 支票是我们每月渴望的 可是中文敖先生的小传单 未必都受我们的欢迎 我们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 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 抛在自职楼里去 可是中先生的热心真可厌 他不管你看不看 每月总照样 加带一两张小传单给你 我们平时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法的 总觉得他这样滥用职权 是不应该的 有一天我又接到了他的一张传单 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 说欲求教育普及 非有字母不可 我一时动了气 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 信上的大意是说 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 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 必须先费几年功夫 把汉文弄通了 那时你才有资格 谈汉字 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 我就有点懊悔了 等了几天 中文敖先生没有回信来 我更觉得 我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 我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完事的 我既然说中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 我们够资格的人 就应该用点心思 财力去研究这个问题 不然我们就应该受中先生训斥了 那一年恰好东美的中国学生会 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 我是文学股的委员 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 我就同赵元任先生商量 把中国文字的问题 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 由他和我两个人分作两篇论文 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赵军专论 吴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 及其进行方法 我的题目是 如何可使我国文言异于教授 赵军后来觉得一篇不够 连做几篇长文 说吴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 并且详述赞成与反对的理由 他后来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制作人 这几篇主张中国拼音文字的论文 是国语罗马字的历史的一种重要史料 我的论文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补救办法 我的日记里既此文大致如下 一 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 汉文究可谓传授教育之利器否一问题 二 汉文所以不亦普及者 其故不在汉文 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 同一文字也 假以讲书之故而通文 能读书作文 以以图示诵读 不求讲解之故 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 可知受病之源在于教法 三 旧法之壁盖有四端 一 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 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活文字者日用化言之文字 如英法文是也 如吴国之白话是也 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 非日用之语言 以臣死矣 半死文字者 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 如犬字是已死之字 狗字是活字 乘马是死语 骑马是活语 故曰半死之文字也 旧法不明此义 以为图示朗诵 可得字语 此其受病之源 教死文字之法 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 需用翻译之法 以死语为活语 所谓讲书是也 二 汉文乃是士官的文字 非听官的文字 凡一字有二要 一为其声 一为其意 无论何种文字 皆不能同识 并达此二者 字母的文字 但能传声 不能达意 象形会议之文字 但可达意 而不能传声 今之汉文 以施象形会议 指示之特长 而教者 又不负 知说文学 其结果 遂令无国文字 既不能传声 又不能达意 象之有一短者 今乃 并施其所长 学者不读须 强记字音 又须强记字意 是事背 而公办也 欲救此弊 当鼓励 自圆学 当以骨体与金体 同列教科书中 小学教科 当先令同盟 习象形指示之字 次及潜意之会议字 次及潜意之行声字 中学以上 皆当习自圆学 三 无国文本有文法 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 兼当鼓励文法学 列为必须之学科 四 无国相不用文字符号 致文字不亦普及 而文法之不讲 意味始不由于此 尽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之符号 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 及意义之确定不易 以上隐1915年8月26日日记 我是不反对字母偏音的中国文字的 但我的历史训练也许是一种保守性 使我感觉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 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 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 使汉文容易教授 我那段日记的前段还说 当此字母至未成之先 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 以其为仅有之各省交通之媒介也 以其为仅有之教育授授之巨也 我提出的四条古文教授法 都是从我早年的经验里得来的 第一条注重讲解古书 是我幼年时最得力的方法 第二条主张字元学 是在美国时的一点经验 有一个美国同学跟我学中国文字 我买一部王云的文字萌球 给他做课本 觉得颇有功效 第三条讲求文法 是我崇拜马世文通的结果 也是我学习英文的经验的教训 第四条讲标点符号的重要 也是学外国文得来的教训 我那几年想出了种种标点的符号 1915年6月 为科学做了一篇 论巨斗及文字符号的长文 约有一万字 凡规定符号十种 在引论中 我讨论没有文字符号的三大弊 一为意义不能确定 容易误解 二为无以表示文法上的关系 三为教育不能普及 我在日记里自拔云 无知有意于巨斗及符号之学也久矣 此文乃数年来 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 除非一时性道之作也 后此文中 当用此志 七月二日 以上是1915年夏季的事 这时候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 古文是半死的文字 那个夏天 任书勇 红俊 梅进庄 光迪 杨姓佛 全 唐破皇 月 都在起色加过下 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 从中国文字问题 转到中国文学问题 这是一个大转变 这一般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进庄 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 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 因为他的反驳 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 他越博越守旧 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 我那时常提到 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 文学革命的口号 就是那个夏天 我们乱谈出来的 梅进庄 新从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毕业出来 在起色加过了下 要往哈佛大学去 九月十七日 我做了一首长诗送他 诗中有这两段很大胆的宣言 梅生梅生无字笔 神州文学九窟内 百年未有见者起 新朝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齐时矣 无备事不容作事 且父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仗马垂 便吃驱除一车鬼 再败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魏云匪 缩地勘天 插可拟 梅生梅生 无字笔 作歌金颂 梅生行 狂言人道 沉当烹 我自不土定 不快 人言为足 为众轻 在这诗里 我第一次用文学革命 一个名词 这首诗颇引起了 一些小风波 原诗共有420字 全篇用了 11个外国字的译音 任书勇把那诗里的 一些外国字连坠起来 做了一首游戏诗 送我往纽约 牛敦爱蝶孙 培根克尔文 索鲁与霍桑 烟室霹里唇 编持一车鬼 卫军生穷英 文学金革命 作歌送狐生 诗的墨行 自然是挖苦 我的文学革命的狂言 所以我可不能 把这诗当作游戏看 我在9月19日的日记里 记了一行 人书永细赠诗 知我忽 罪我忽 9月20日 我离开启色家 转学到纽约去 进哥伦比亚大学 在火车上 用书永的游戏诗的运脚 写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词 寄给启色家的各位朋友 诗国革命 何字史 要须作诗如作文 着漏粉是丧元气 貌似未必诗之醇 小人行文颇大胆 诸公一一皆人应 愿共陆立莫相笑 我被不作 俯如生 在这短诗里 我特别提出了 诗国革命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一个 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 从这个方案上 惹出了后来 作白画诗的尝试 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 由唐诗变道诵词 无甚玄妙 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 更近于说话 近视诗人欢喜作诵诗 其实他们不曾明白 诵诗的长处在哪儿 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 旨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 生律的束缚 努力造成一种 近于说话的尸体 我那时的主张 颇受了读诵词的影响 所以说 要须作诗如作文 又反对 着漏粉饰的诗 那时我出道纽约 进庄出道康桥 个人都很忙 没有打笔墨官司的余霞 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 偶一接触 又爆发了 1916年 我们的争辩最激烈 也最有效果 争辩的起点 仍旧是我的 要须作诗如作文的一句诗 梅进庄曾博我道 足下为诗国革命 始于作诗如作文 底颇不以为然 诗文截然两途 诗之文字 与文之文字 自有诗以来 无论中兮 以分道而驰 足下为诗界革命家 改良诗之文字则可 若仅以文之文字于诗 即为之革命 则不可也 一言以蔽之 吴国求诗界革命 当于诗中求之 与文无涉也 若以文之文字 于诗即为之革命 则诗界革命 不成问题矣 以其太意义也 任书永也来信 说他赞成晋庄的主张 我觉得自己很孤立 但我终觉得 他们两人的说法 都不能使我心服 我不信诗与文 是完全截然两途的 我答他们的信 说我的主张 并不仅仅是以 文之文字入诗 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学大病在于 徒有形式而无精神 徒有文而无智 徒有铿锵之韵 貌似之词而已 今欲就此文圣之弊 已从三事入手 第一 须言之有物 第二 须讲文法 第三 当用文之文字时 不可避之 三者皆已至 就文圣之弊也 二月三日 我自己日记里记着 无所诗论 故不涂以文之文字 入诗而已 然不必文之文字 自是无论诗之译法 古诗如白香山之 道州民 如老杜之 自经复奉先永怀 如黄山谷之 提莲华寺 何以非用文之文字 又何以非用诗之文字也 二月三日 这时候我已仿佛认识了 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 我认清了这问题在于 有文而无志 怎么才可以 就这文圣志的毛病呢 我那时的答案 还没有敢想到白话上去 我只敢说 不必文的文字而已 但这样胆小的提议 我的一般朋友 都还不能了解 梅进庄的固执 诗的文字 与文的文字的区别 自不必说 任书勇也不能 完全了解我的意思 他有信来说 要知 无论诗文 皆当有志 有文无志 则成吴国尽事 唯迷腐朽之文学 吴人正当阔而轻之 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 乃言之无文 欲其行远得乎 近来颇思吴国文学不振 其最大原因 乃在文人无学 旧之之法 当从济学入手 图于文字形式上讨论 无当也 二月十日 这种说法何尝不是 但他们都不明白 但他们都不明白 文字形式 往往是可以 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 旧皮囊装不得新酒 是西方的老化 我们也有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古话 文字形式 是文学的工具 工具不适用 如何能达意表情 从二月到三月 我的思想上 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 我曾彻底想过 一部中国文学史 只是一部文字形式 工具 新陈代谢的历史 只是活文学 随时起来 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 文学的生命 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 活的工具 来表现一个时代的 情感与思想 工具将化了 必须另换新的 活的 这就是文学革命 例如水浒传上石秀说的 你这与奴才 做奴才的奴才 我们若把这句话 改作古风 汝奴之奴 或他种译法 总不能有原文的力量 这岂不是因为死的文字 不能表现活的话语 此种例证 何止千百 所以我们可以说 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疏涌诸人 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 所以说 图于文字形式上讨论 无当也 他们忘了欧洲 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 若没有各国的 活语言做新工具 若近代欧洲文人 都还需用那 已死的拉丁文 做工具 欧洲近代文学的 薄星是可能的吗 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 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中国文学史上 几番革命 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这是我的新觉悟 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 才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 从宋儒的白话语录 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 是中国的正统文学 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 自然发展的趋势的 我到此时才敢正式承认 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 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 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1916年3月间 我曾写信给梅晋庄 略说我的新见解 指出 宋元的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 晋庄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 他回信居然很赞成我的意见 他说 来书论宋元文学 甚起龙愧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 此无代言 为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 骤言理俗文学 必为旧派文学家所善效公鸡 但我被正欢迎及善效公鸡儿 3月19日 这封信真叫我高兴 梅晋庄也成了我辈了 我在4月5日 把我的见解写出来 作为两段很长的日记 第一段说 文学革命在无国史上 非创建也 即以运文而论 三百篇变而为骚 一大革命也 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 二大革命也 复之变为无韵之篇文 三大革命也 古诗之变为律诗 四大革命也 诗之变为词 五大革命也 词之变为曲 为剧本 六大革命也 和读于无所持文学革命论而一致 第二段论散文的革命 文艺己遭革命矣 孔子置于秦汉 中国文体史真完备 六朝文字亦有绝妙之作 然其时 田立之体大胜 文艺功巧雕琢建长 文法遂衰 韩退之之 文起八代之衰 其功在于恢复散文 讲求文法 意义革命也 唐代文学革命家 不仅韩世一人 初唐之小说家 皆革命功臣也 古文一派 至今为散文正宗 然诵人谈哲理者 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 于是语录体兴言 语录体者 以礼语说礼济事 此意一大革命也 至原人之小说 此题史真即胜 总之 文学革命至原代 而登峰造极 其实词也 曲也 剧本也 小说也 皆第一流之文学 而皆以礼语为之 其实 吴国真可谓有一种 活文学出世 唐此革命潮流 革命潮流 即天眼进化之际 自其译者言之 为之革命 自其寻序渐进之际言之 即为之进化可也 不遭明代八古之节 不受诸文人复古之节 则吴国之文学 必以为礼语的文学 而吴国之语言 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 可无疑也 但丁之创意大利文 雀首之创英吉利文 马丁路德之创德意志文 为族独有千古矣 西户五百余年来 半死之古文 半死之诗词 附夺此活文学之地位 而半死文学 遂苟言残喘已至于今日 今日之文学 独我佛山人 南庭庭长 红都百炼生 朱公之小说 可称活文学尔 文学革命 何可更缓言 何可更缓言 4月5日 业绩 从此以后 我觉得我已从 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 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 解决方案 所以我更自信 这条路是不错的 过了几天 我做了一首 沁缘春词 写我那时的情绪 沁缘春 试诗 更不伤春 更不悲秋 以此试诗 任花开也好 花飞也好 月圆固好 日落何悲 我闻之曰 从天而送 属于至天而用之 更安用 为苍天歌枯 作笔奴维 文学革命何宜 且准备千旗作剑儿 要前空千谷 下开百事 收他臭府 还我神起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夜无曹玉让谁 诗材料 有促心世界 供我屈齿 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下半却的口气 是很狂的 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安 所以修改了好多次 到了第三次修改 我把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夜无曹玉让谁的狂言 全删掉了 下半却就改成了这个样子 文章要有神思 到卓句雕词 亦以悲 定不失秦妻 不失黄酒 但求似我 何笑人为 与必由衷 言须有误 此意 寻常当告谁 从今后 躺傍人门户 不是男儿 这次改本后 我自拔云 吴国文学 大病有三 一约无病而身 二约模仿古人 三约言之无误 倾所作词 专攻此三弊 企图则人 亦以自事而 四月十七日 钱达晋庄书 我提出三事 言之有误 讲文法 不必闻的文字 此拔提出的三弊 除言之无误 与钱第一事相同 与二事是天出的 后来我主张的 文学改良的八件 此时已有了五件 1916年6月中 我往克利弗兰 赴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 去时来时都经过起色家 去时在那边住了八天 常常和任书勇 唐博皇 杨姓佛 朱军 谈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 这时候 我已有了具体的方案 就是用白话做文 做诗 做戏曲 日记里 记我谈话的大义 有九点 一 今日之文言 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 今日之白话 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 白话并不比俗 俗如乃未知俗耳 四 白话不但不比俗 而且甚优美适用 凡言要以答义为主 其不能答义者 则为不美 如说 赵老头回过山来 爬在街上 扑通扑通地 磕了三个头 若一作文言 更有何趣味 五 凡文言之所长 白话皆有之 而白话之所长 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 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 乃是文言之进化 其进化之计 略如下述 一 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二 从不自然的文法 进而为自然的文法 例如 顺和人也 变为顺是什么人 己所不欲 变为自己不要的 三 文法由凡曲简 例如代名词的一致 四 文言之所无 白话皆由以补充 例如 文言只能说 此乃无儿之书 但不能说 这书是我儿子的 七 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 白话已产生小说 戏剧 语录 诗词 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 白话的文学 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 其非白话的文学 如古文 如八古 如笔记小说 皆不足语于 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 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 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凡演说 讲学 笔记 文言绝不能应用 今日所需 乃是一种可读 可听 可歌 可讲 可记的言语 要读书不需口译 演说不需笔译 要诗诸讲坛舞台而皆可 诵之 村域妇如皆可懂 不如此者 非活的言语也 绝不能成为无国之国语也 绝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七月六日追记 七月二日 我回纽约时 重过起色家 遇见梅俊庄 我们谈了半天 晚上我就走了 日记里 记此次谈话的大志如下 无以为文学在今日 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 而当已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 为一大能事 无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 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 皆常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 晋庄大公此说 以为功利主义 又以为偷得托尔斯泰之叙语 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 久为今人所弃制 于文之大笑 服无知论中国文学 全从中国义方面着想 初不管欧西批评家 发何议论 无言而是也 其为功利主义 其为托尔斯泰又何损其为是 无言而非也 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 不必问其为功利主义 亦为托尔斯泰也 7月13日追记 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 起色家的朋友们 遇到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 产生了一首诗 引起了一场大比战 竟把我逼上了决心 试作白画诗的路上去 7月8日 任书勇同陈恒哲女士 梅进庄 杨姓佛 唐柏黄 在凯约家湖上谣传 进暗时船翻了 又遇照大雨 虽没有伤人 大家的衣服都湿了 书勇做了一首四言的 《范壶集市》长诗 寄到纽约给我看 诗中有 《颜兆清吉》 《以敌凡科》 又有《猜谜赌盛》 《在笑在言》等句子 恰好我是曾做 诗三百篇《颜字解》的 看了《颜兆清吉》的句子 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写信给书勇说 再者 诗中所用《颜字在字》 皆细死字 又如《猜谜赌盛》 《在笑在言》二句 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 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 书不相衬也 7月16日 书勇不服 回信说 足下为《颜字在字》为死字 则不敢为然 如足下意 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 无人今日所用字典 便不当搜入也 在笑在言 因为三千年前之语 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 即为今日之语 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 此均我不同之点也 7月17日 我的本意只是说 言字在字 在文法上的作用 在今日还未能确定 我们不可轻易乱用 我们应该铸造 今日的话语来 打我今日之情景 不当乱用意义不确定的死字 苏东坡用错了 价言两字 曾为张子后所孝 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训诫的 这一点本来不很重要 不料竟引起了 梅晋庄出来代报不平 他来信说 足下所自今为文学革命真谛者 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 于书永诗中烧骨之字 皆所不取 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 此种论谷 故足下所视为萧萧以提倡新文学者 狄幼文之素矣 扶文学革新 须洗去旧日枪套 勿去尘言 故矣 然此非尽禀古人所用文字 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 足下以俗语白话 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 骤已入文 四觉新奇而美 实则无永久价值 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 土伪诸愚夫愚妇 无美术观念者之口 历世相传 欲屈欲下 比理乃不可言 足下得知乃金金自喜 炫为创获 意义 如足下之言 则人间才智 教育选择诸事皆无足算 而村农仓夫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之黑蛮 南洋之土人 其言文无分辙 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也 何足下之最心于俗语白话如是也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 亦语足下前此言之 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 一字意义之变迁 必经数十或数百年而后成 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之 而恒人使言用之焉 足下乃是改革文字 如是之意义乎 总之 无备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 由须先经究无国文字 实敢言改革 欲加用新字 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 非仅以俗化白话代之 即可了事者也 俗语白话亦有可用者 唯必须经美术家之锻炼耳 如足下言 乃以报亦报耳 岂得为之改良乎 七月十七日 晋庄有点动了气 我要和他开开玩笑 所以做了一首 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师 回答他 开篇就是描摹老梅生气的神器 人嫌天又凉 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 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应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哪有死活 白话俗不可当 第二段中有这样的话 老梅牢骚发了 老胡哈哈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 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 却有死活可到 古人叫做玉 金人叫做药 古人叫做智 金人叫做道 古人叫做尿 金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 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 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 金人叫号 古人悬梁 金人上调 古名虽未必不佳 金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成鱼 金人做教 古人家官数则 金人淡知代茂 这都是古所没有 而后人所创造 若必叫茂作金 叫叫做鱼 岂非张官礼带 任虎作报 第四段 专达他说的 白话需锻炼的意思 金我苦口消舌 算来确实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 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 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萧娥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打游诗是七月二十二日做的 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 一半是我有意试作白话的运文 但没人两位都大不以为然 金庄来信大骂我 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烙 真所谓 隔进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 足下成豪剑灾 七月二十四日 书永来信也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 乃完全失败 盖足下所作 白话则成白话矣 孕则有孕矣 然却不可谓之诗 盖诗词之为物 除有孕之外 必须有和谐之音调 审美之词句 非如宝玉所云 押韵就好也 七月二十四日夜 对于这一点 我当时颇不心服 曾有信替自己辩护 说我这首诗 当作一首嘲讽诗看 并不算是失败 但这种戏台里喝彩 实在大可不必 我现在回想起来 也觉得自己好笑 但这一首游戏的白话诗 本身虽没有多大价值 在我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 可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人诸君的批评 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 试作白话诗了 进庄的信上曾说 文章体材不同 小说词曲 故可用白话 诗文则不可 书永的信上也说 要知白话自有白话用处 如作小说演说等 然不能用之于诗 这样看来 白话文学 在小说词曲演说的几方面 已得没人两军承认了 进庄不承认白话 可作诗与文 书永不承认白话 可用来作诗 进庄所谓文 自然是指 古文词类转 一类书里所谓文 近来有人叫做美文 在这一点上 我毫不胡疑 因为我在几年前 曾做过许多白话的议论文 我深信白话文是不难成立的 现在我们的争点 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 白话文学的作战 十丈之中已剩了七八丈 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 还需用权力去抢夺 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 白话文学的胜利 就可说是十足的了 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 要做先锋 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 就是要用权力 去试作白话诗 书永的长信上 还有几句话 使我更感觉这种试验的必要 他说 如凡白话皆可为师 则无国之精调高腔 何亦非师 乌乎是知 无人今日言文学革命 乃成见今日文学 有不可不改革之处 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 以足下高才有为 何为舍大道不由 而必旁易协出 只每会于荆棘之中在 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 将令吴国作师皆精调高腔 而陶谢礼度之流 永不复见于神州 则足下之功又何如哉 心所畏微不敢不告 足下若见听 则请从他方面讲文学革命 误图以白话诗为事宜 7月24日夜 这段话使我感觉 他们都有一个根本上的误解 没人诸君都赞成文学革命 他们都说 成见今日文学 有不可不改革之处 但他们赞成的文学革命 只是一种空荡荡的目的 没有具体的计划 也没有下手的途径 等到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 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 他们又都不赞成了 他们都说 文学革命绝不是文言白话之争而已 他们都说 文学革命应该有他方面 应该走大道 究竟那他方面是什么方面呢 究竟那大道是什么道呢 他们又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只知道 绝不是白话 我也知道 光先有白话 算不得新文学 我也知道新文学 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但是我认定了 无论如何 此文字绝不能产生活文学 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 必须有活的工具 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 都可证明 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 使它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 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 或全死的老工具 有了新工具 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 等其他方面 这是我的方案 现在反对的几位朋友 已承认白话可以做小说戏曲了 他们还不承认白话可以做诗 这种怀疑不仅是对于白话诗的局部怀疑 实在还是对于白话文学的根本怀疑 在他们的心里 诗与文是正宗 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小道 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 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做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 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 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 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 白话可以做诗本来是毫无可疑的 杜甫 白居易 寒山 石德 绍庸 王安石 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 词曲里的白话更多了 但何以我的朋友们还不能承认白话诗的可能呢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白话诗确实不多 在那无数的古文诗里 这儿那儿的几首白话诗在数量上确实很少的 第二是因为旧日的诗人词人 只有偶然用白话做诗词的 没有用权力做白话诗词的 更没有自觉地做白话诗词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光靠历史材料的证明 还需等待我们用实地试验来证明 所以我答书勇的信上说 总之 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 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 古之所少有 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 此一问题全带无备解决 解决之法不再起怜古人 为古之所无 今必不可有 而再无备实地试验 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 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 此起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高腔精调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 是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精调著作 便可使精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 并在文人胆小不敢用耳 原人作曲可以取释患 下之亦可谋生 故名是如高则成 观汉清之流 皆肯作曲作杂句 今日高腔精调皆不闻不学之 细子为之 以其不能加矣 此则高腔精调之不幸也 足下一支 今日受人崇拜之沙士比亚 即当时唱精调高腔者呼 与沙士病逝之培根著论吉 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 书记出世培根自言 其他日不朽之名 当赖拉丁文一本 而英文本则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传颂耳 不足轻重也 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 其地位皆与今日精调高腔不相上下 乌绝对不认精调高腔 与陶谢礼度为势不两立之物 今且用足下之文学 以述无梦想中之文学革命之目的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 要令国中之陶谢礼度 敢用白话精调高腔作诗 要令国中之陶谢礼度 皆能用白话与精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 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精调高腔的陶谢礼度 要令白话精调高腔之中产生极许陶谢礼度 三今日绝用不着陶谢礼度的陶谢礼度 何也 时代不同也 四 无辈生于今日 与其做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 两汉六朝八家文字 不如做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 与其做四桃四谢四礼四度诗 不如做不四桃不四谢不四礼度的白话诗 与其做一个真实走大道 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岩 郑苏勘 不如做一个实地试验 旁易协出 舍大道而浮游的胡适 此四者 乃是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 皆负书勇 无其好利益已为高哉 投以心所谓事不敢不为 无至决矣 无自此以后 不更做文言诗词 无知去国籍 乃是无绝笔的文言运文也 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诗词 过了几天 我再答书永道 古人说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文字者 文学之器也 我私心以为 文言绝不足 为吴国将来文学之利器 师奈安 曹雪秦诸人 以实地证明 做小说之利器 在于白话 今上虚人 实地试验白话 是否可为运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 做散文 但尚未能用之于运文 私心颇欲 以数年之力 实地练习之 躺数年之后 竟能用白话 做文 做诗 无不随心所欲 岂非一大快事 我此时练习白话运文 颇似新辟益文学 殖民地 可惜许单身匹马而亡 不能多得同志 结伴同行 然我去之以绝 功等甲我数年之期 倘此新国 尽是杀气不毛之地 则我或终归老于 文言诗国 亦未可知 倘幸而有成 则辟除荆棘之后 当开放门户 迎功等同来立职尔 狂言人道 沉当烹 我自不土定不快 人言未足为轻重 足下定孝我狂儿 8月4日 这封信是我对于 一般讨论文学的 朋友的告别书 我把路线认清楚了 决定努力 做白话诗的试验 要用试验的结果 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 所以从此以后 我不再和没人诸君 打笔墨官司了 信中说的可惜需 单身匹马而亡 不能多得同志 结伴同行 也是我当时心里 感觉的一点寂寞 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 是我平时最敬爱的 一般朋友 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 一年多的讨论 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 我还妄想要在国内 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有一天 我坐在窗口 吃我自作的午餐 窗下就是一大片 长林乱草 远望着贺真江 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 从树梢飞上来 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 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儿 也慢慢地飞下去 去寻他的同伴去了 我心里颇有点感触 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 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 题目就叫做《朋友》 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呼飞环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8月23日 这种孤单的情绪 并不含有 愿望我的朋友的意思 我回想起来 若没有那一班朋友 和我讨论 若没有那一日一油片 三日一长寒的朋友 切磋的乐趣 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绝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 绝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 绝不会慢慢地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 况且那年 1916年的三月间 梅进庄对于我的 俗话文学的主张 已很明白地表示赞成了 后来他们的坚决反对 也许是我当时的少年义气太盛 叫朋友难堪 反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 就是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考虑 我的历史见解 就是他们走上了反对的路上去 但是因为他们的反驳 我才有实地试验白话式的决心 庄子说得好 比出于事 事意因比 一般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 我对他们只有感激 绝没有丝毫的愿望 我的决心试验白话式 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 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 实验主义教训我们 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 必须要证实了 然后可算是真理 证实的步骤 只是先把一个假设的理论的 种种可能的结果都推想出来 然后想法子来试验这些结果 是否适用 或是否能解决原来的问题 我的白话文学论 不过是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的一部分 小说词曲等 已有历史的证实了 其余一部分 诗还需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 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 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 所以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的几首 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 就叫做常试集 我读陆游的诗 有一首诗云 能人院前有十项杖鱼 盖作大象十样也 将隔欲开千尺像 云堪先定此规模 谐音习以空长叹 尝试成功自古无 陆放翁这首诗 大概是别有所指 他的本意大概是说 小事而不得大用 是不会成功的 我借他这句诗 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 并且做了一首诗 说明我的常识主义 常识篇 尝试成功自古无 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 自古成功再尝试 请看药胜长百草 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药试丹药 和弦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试变成功 哪有这样容易试 有时试到千百回 使之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 即此失败便足迹 高人此路不通行 可使脚力莫浪费 我生求诗二十年 今得常试两个字 做诗做事要如此 虽未能道颇有志 做常试歌颂无诗 愿大家都来常试 八月三日 这是我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 这个长期讨论的结果 使我自己把许多散漫的思想 汇集起来 成为一个系统 1916年的八月十九日 我写信给朱京农 终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 不用点 二 不用陈套语 三 不讲对账 四 不必俗字俗语 不显以白话作诗词 五 须讲究文法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 不做无病之身淫 七 不模仿古人 八 须言之有误 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那年十月中 我写信给陈独秀先生 就提出这八个文学革命的条件 次序也是这样的 不到一个月 我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厨艺 用复写纸抄了两份 一份给刘美学生记刊发表 一份记给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在这篇文字里 八件事的次序大改变了 一 须言之有误 二 不模仿古人 三 须讲求文法 四 不做无病之身淫 五 误趣烂调套语 六 不用点 七 不讲对账 八 不必俗字俗语 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 我把不必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 标题只是很委婉地说 不必俗字俗语 其实是很郑重地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 我在那篇文字里说 吾唯以师奈安 曹雪芹 吾简人 唯文学正宗 故有不必俗字俗语之论也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 自佛书之输入 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译 故以浅进之文译之 其体以尽白话 其后佛式讲义语录 由多用白话为之者 视为语录体之原始 即宋人讲学 以白话为语录 此体遂成讲学正体 明人阴之 当事时 白话已久入运文 观宋人之诗词可见 乃至原始 中国北部在一族之下三百余年已 此三百年中 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 文则由水浒西游三国 曲则由不可胜计 以今世眼光观之 则中国文学 当以元代为至圣 传世不朽之作 当以元代为最多 此无可遗也 当事时 中国之文学 最近言文合一 白话基成文学的语言已 使此趋势不受阻恶 则中国积有意活文学出现 而但丁路德之伟业 积发生于神州 不亦此趋势 周围明代所组 政府即以八股取士 而当时文人 以合理妻子之徒 又争以复古为高 于是 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 遂中道夭折矣 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 则白话文学 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可断言也 以此之故 吴主张今日作文作诗 以采用俗语俗字 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与其作不能行远 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 不如做家喻户晓之 水浒西游文字也 这完全是用 我三四月中写出的 中国文学史观 稍稍加上一点后来的修正 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 胆子变小了 态度变谦虚了 所以标题诞称文学改良厨艺 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棋子 篇末还说 上述八世乃我年来严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 未知除异 由云未定草野 服为国人同志 有以匡究示正之 这是一个国外留学生 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 文字题为厨艺 诗集题为常识 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 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 还有点怀疑 新青年二卷二号 其实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 如常乃德军 也说 说理济世之文 必当以白话行之 但不可施于美术文尔 见新青年二卷四号 但独秀建了我的文学改良厨艺之后 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 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二卷六号 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 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 酝酿已非一日 其首取一旗之急先锋 则为无有胡适 与甘茂全国学究之敌 高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 以为无有之声援 旗上大书特书 无革命三大主义 约 推倒雕琢的 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 抒情的国民文学 约 推倒陈府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 约 推倒迂会的 尖色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 通俗的社会文学 读秀之外 最初赞成我的主张的 由北京大学教授 钱玄彤先生 新青年二卷六号 通讯 又三卷一号通讯 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 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 课语讨论 变成国内文人 学者的讨论了 文学改良厨艺 是1917年1月出版的 我在1917年4月9日 还写了一封长信 给陈独秀先生 信内说 此事之是非 非一朝一夕所能定 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慎愿国中人士 能平心静气 与吴辈同力研究此问题 讨论技术 是非自明 吴辈以张革命之旗 虽不容退缩 然亦绝不敢 以吴辈所主张为避世 而不容他人之 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 第三卷三号上 达我道 笔译容纳意义 自有讨论 故为学术发达之原则 独致改良中国文学 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 其是非甚明 必不容反对者 有讨论之余地 必以吴辈所主张者 为绝对之事 而不容他人之 匡正也 盖以吴国文化 唐以至文言一致地步 则以国语为文 达义状物 岂非天经地义 尚有何种疑义 必带讨论乎 其必欲并弃国语文学 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 由之清出立加排斥西法 前家仇人 非难地球绕日之说 无辈实无余衔 与之作此 无谓之讨论也 这样武断的态度 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 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 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 革命家作宣传者 作推行者 不久就成为一个 有力的大运动 我父胡传 是一位学者 也是一个意志坚强 有行政才干的人 经过一个时期的古典文史训练后 他对于地理研究 特别是边省的地理 抱有浓厚的兴趣 他怀揣一封介绍书 前往京师 又走了42日 而达北满吉林 去觐见钦差大臣吴大成 吴氏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考古学家 现在见之于欧洲的汉学家们 吴氏沿见他 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例的 我父说道 没有什么 只求准我随节去解决 中俄界务的纠纷 比我得以研究 东北各省的地理 吴氏对于这个 只有秀在底子 且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 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 觉得有味 他带着这个少年 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事 得他做了一个 最有价值 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 迷现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 三天找不着出路 到梁氏告庆 一切侦查军规失败时 我父亲就提议 寻觅溪流 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 一条溪流找到了手 他们一般人就顺流而行 得达安全的地方 我父亲做了一首 《长诗纪念》这一件事 即四十年后 我在一篇 《杜威论思想》的论文里 以这件事实为例证 虽则我未尝提到它的名字 有好些与我父亲相熟 而有生存着的人 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 并写信问我 是不是他们故事已久的朋友的一个小儿子 吴大成对我父亲 虽曾一度向政府建举他为 有至省才能的人 他在政治上 却并未得真通贤 立官江苏台湾后 遂于台湾因中日战争的结果 而割让于日本时 以55岁的寿臣逝世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 也是我母亲的独子 我父亲娶妻凡三次 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 乱军略遍安徽南部各县 将其化为灰烬 次妻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长子从小便证明 是个难忘喜心革面的败子 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 说他一定要讨一个 纯良强健的 做庄稼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 于年终几个月内 且兼业裁缝 他是出身于一个寻善的农家 在太平天国之乱中 全家被杀 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故被太平军略作俘虏 带往军中当差 为要防他逃走 他的脸上就刺了 太平天国四字 终其身都还留着 但是他吃了种种困苦 居然逃了出来 回到家乡 只寻得一片焦土 无一个家人还得活着 他勤苦工作 耕种田地 兼做裁缝 裁缝的手艺 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 他渐渐长成 娶了一房妻子 生下四个儿女 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 就是想重建 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乌 他每天早上太阳未出 便到西头去拣选三大弹十子 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 挑完之后 他才去种田或去做财色 到了晚上回家时 又去三次 挑了三担十子 才吃晚饭 凡此辛苦横溢的工作 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 她暗恨身为女儿 毫无一点法子 能减轻她父亲的辛苦 促她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 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 熊便滔滔地向他替我父亲 要他大女儿的耕帖 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 但到他在晚上 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 他就大生气 他说不行 把我女儿嫁给一个 大他三十岁的人 你真想得起 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 比我们女儿还大的 还有一层 人家自然要说 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 是为了钱财体面 而把她牺牲的 于是这一对老夫妻吵了一场 后来做父亲的说 我们问问女儿自己 说来说去 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 对我母亲提了出来 她不肯开口 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 常是这样的 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响 嫁与中年丧偶 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 送给女家的聘金彩礼 比一般婚姻却要重得多 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 将大有帮助 况且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 知道她为权献人所敬重 她爱慕她 愿意嫁她 为的办事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大半却是想望 帮助劳苦的父亲的孝思 所以到她给父母逼着答话 她就坚决地说 只要你们俩都说她是好人 请你们俩做主 男人家四十七岁 也不能算是老 我外祖父听了 叹了一口气 我外祖母可气得跳起来 愤愤地说 好啊 你想做官太太了 好吧 听你情愿吧 我母亲于1889年结婚 十年十七岁 我则生在1891年十二月 我父末于1895年 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 做了寡妇 我父弃势 我母便做了一个 有许多成年儿女的 大家庭的家长 中国做后母的地位 是十分困难的 她的生活自此时起 自是一个长时间的 寒心如苦 我母亲最大的禀妇 就是容忍 中国史书记载 唐朝有个皇帝 垂寻张公仪那位家长 问他家以什么道理 能九世同居 而不分离拆散 那位老人家 因过于衰迈 难以口述 请准用笔写出回答 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 中国道德家 时常举出白忍的故事 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 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 曾觉察到许多苦恼 轻压 压迫和不平 是容忍成了一种 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般街角媳妇 凶恶不善的感情 例如锋刃的话语 含有敌意的嘴脸 我母亲事事都耐心容忍 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 这才早上不起床 柔声大哭 哭她早丧丈夫 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 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 但是这些眼泪 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 我总听得有一位 嫂嫂的房门开了 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 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儿 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 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 送给我的母亲 劝她止哭 母亲接了茶碗 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 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的各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十字 却把她的全副希望 放在我的教育上 我是一个早会的小孩 不满三岁时 就已认了八百多字 都是我父亲每天 用红尖方块教我的 我才满三岁零点 便在学堂里念书 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 没有搀扶 不能跨一个六英寸高的门槛 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 都能读能记些 我从不跟着村中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更因我缺少游戏 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 十五年后 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二年级时 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 而被盗个的混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 我母亲便把我喊醒 叫我在床上坐起 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 告诉我 她说她望我踏上她的脚步 她一生只晓得 她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 据她说 她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 以至在她见获休假回家的时期中 附近烟窟读馆都盖行停业 她对我说 我唯有行为好 学业科考成功 才能使他们良老增光 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 得以由我勤勉读书来惆怅 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地听 但她处于有女客 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 含有不失这番沉讯的 到天大明时 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 催我去上学 我年少长 我总是第一个先到学堂 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 都是去敲先生的门 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 钥匙从门缝里递了出来 我隔一会儿 就坐在我的座位上 朗念生疏了 学堂里到伯木才放学 届时每个学生 都向朱印时刻的孔夫子大象和先生 鞠躬回家 每日上课的时间 平均是十二小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 我有任何种的儿童游戏 一面对于我建一座 孔圣庙的孩子气的企图 却给我种种鼓励 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 姐姐的长子 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那里学来的 她拿各种华丽的色纸 扎了一座孔庙 使我心里羡慕 我用一个大纸匣子 作为正殿 背后开了一个方洞 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 做了白孔子牌位的内堂 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闲徒 并贴了些小小的扁对 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 其中半戏录自我外甥的庙里 半戏自书中抄来 在这座玩具的庙前 频频有香柱燃着 我母亲对于我这番 有孩子气的前境 也觉得欢喜 暗信孔子的神灵 一定有报应 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 并在科考中 成为一个极地的世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 也是一个严守珠希的 心如教理学的人 他对于世道两教强烈反对 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 那是我的开蒙学堂 门上有一张日光晒淡了的字条 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 我后来才得知道 这是我父亲所移理学家归吏的一步 但是我父亲夜已去世 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 又到晚北去做了一员小吏 而我的几位鸽子则都在上海 盛在家里的妇女们 对于我父亲的理学遗归 没有什么拘束呢 他们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理 并随风俗实惠所趋 而自有礼神拜佛 观音菩萨是他们所最爱的神 我母亲为了是出于焦虑 我的健康福祉的念头 也做了观音菩萨的前程信事 我记得有一次他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乡 他虽缠足 缠足是苦了一生的 在整段的山路上 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淑里读书 村淑村中共有七所 读了九年 也就是从1895年到1904年 在这个期间 我读习并寄送了下列几部书 一 孝经 孔子后的一部经集 作者不明 二 小学 一部论新儒教 道德学说的书 普通魏系宋哲珠希所作 三 四书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四 五经中的四经 诗经 上书 一经 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 而付我先生的学金 却兼要比平常要多三倍 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 他首先便送六块钱 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 由增加学金这一点小事情 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 所未能给的利益 因为那两元的学生 单单是高声朗读 用心寄送 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 读我 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 得享受把功课中 每字每句解给我听 就是将死板文字 一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 由我二哥的提议 先生使我读资质通鉴 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学家司马光 于1084年所及边年式的中国通史 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 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 各年号编成有运的歌诀 以资记忆 随后有一天 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 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 便站在乡边把它看完了 我跑遍全村 不久居然得着全部 从此以后 我像老涛一般 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 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 既一了解 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 他们教我人生 好的也教 坏的也教 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 若干年后 使我能在中国 开始民众所称为文学革命的运动 其实我的宗教生活 经过一个特异的畸变 我细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 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 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 我十一岁时 一日温习诸子的小学 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 我念到这位理学家 尹司马光那位史家 攻击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 这段话说 行迹朽灭 神意飘散 虽有错梢充魔 一无所失 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 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 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 我读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读到第136卷中有一段 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所说起的这一段 数据公元五世纪的一位 名叫范枕的哲学家 与朝众境变神灭论 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 范枕的见解 由司马光射述为这几句话 行者神之智 神者行之用也 神之于行 由利之于认 未闻认末而立存 岂容行亡而神在在 这比司马光的 行灭神散的见解 一种仍然有精神的理论 还更透彻有理 范枕根本否认精神 为一种实体 为其谨细神之用 这一番话繁为简 合着我儿童的心胸 读到朝野喧哗 难之 终不能驱 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 又隐聚范枕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 他与靖灵王谈论 王对他说 君不信因果 何得有富贵贫贱 范枕答道 人生如树花同发 随风而散 或福连晃 坠阴席之上 或观离墙 落愤混之中 坠阴席者殿下是也 落愤混者下官是也 贵贱虽附书图 因果竟在何处 因果之说 由印度传来 在中国人思想生活上 已成了主要部分的 少数最有力的观念之一 中国古代道德家 常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为训 但在现实生活上 并不真确 佛教的因果 优于中国果报观念的地方 就是可以躲过这个问题 将其归之于 前世来世不断的轮回 但是范枕的比喻 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 使我摆脱了 噩梦式的因果绝对论 这是以偶然论 来对定命论 而我以11岁的儿童 就取了偶然论 而判离了孕命 我在那个儿童时代 是没有牵强附会的推理的 仅仅是脾性的盈聚罢了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司马光和范枕 又得了我的心 仅此而已 但是这一种心境的激变 在我早年 不无可笑的结果 1903年的新年里 我到我住在 二十四里外的大姐家 去拜年 在她家住了几天 我和她的儿子回家 她是来给我母亲拜年 她家的一个长弓 替她挑着新年礼物 我们回到路上 经过一个亭子 供着几个奇形怪状的神像 我停下来对我外甥说 这里没有人看见 我们来把这几个菩萨 抛到乌尼坑里去吧 我这带孩子气的 毁坏神像主张 把我的同伴大大的吓住了 他们劝我走路 莫去惹那些 本来已经宾于危境的神道 这一天正是元宵灯节 我们到了家中 家里有许多客人 我的肚子已经饿了 开饭的时候 我外甥又劝我 喝了一杯烧酒 酒在我的肚子里 便作怪起来 我不久便在院子里跑 喊月亮下来看灯 我母亲不悦 叫人来捉我 我在他们前头跑 酒力因我跑路 作用更起得快 我终被捉住 但还努力想挣脱 我母亲抱住我 不久便有许多人 朝我们围拢来 我心里害怕 便胡言乱道起来 于是我外甥家的长工 走到我母亲身边 滴滴地说外婆 我相信她定是精神错乱了 恐怕是神道怪了她 今天下午我们路过三门亭 她提议要把几尊菩萨 抛到乌尼坑里去 一定是这番话弄出来的事 我窃听了长工的话 忽然想出一条妙计 我喊叫得更凶 好像我就真是 三门亭的一个神一样 我母亲于是便当空焚香祷告 说我年幼无知无救 许下如果蒙神 恕我小孩子的罪过 定到亭上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得报说龙灯来了 在我们屋里的人 都急忙跑去看 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 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母亲许的愿显然是灵硬的 一个月后 我母亲和我上外婆家去 她叫我恭恭敬敬地 在三门亭还我们许下的愿 我年辅十三 即离家上路七日 以求新教育于上海 自这次别离后 我于十四年之中 只醒后过我母亲三次 一总同她住了大约七个月 出自她对我伟大的爱沉 她送我出门 分明没有洒过一滴眼泪 就让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中 独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发展 所带着的 只是一个母亲的爱 一个读书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我在上海过了六年 也就是1904到1910年 在美国过了七年 1910到1917年 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 我经历过三个学校 无一个是教会学校 一个都没有毕业 我读了当时所谓的新教育的基本东西 以历史 地理 英文 数学 和一点零碎的自然科学为主 从已故林书氏 及其他诸人的异议文字中 我初次认识一大批 英国和欧洲的小说家 斯戈提 狄庚斯 大小种马 萧娥 以及托尔斯泰等式的都在内 我读了中国上古中古 几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学家的著作 并喜欢莫迪的《奸爱说》 与老子庄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学 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 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 我见得略知 霍布氏 笛卡尔 卢梭 边沁 康德 达尔文等 朱泰西思想家 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 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字 坦然承认 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 对于欧洲人所具有的许多良好特性 感受缺乏 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 国家思想 爱冒险 私人权利观念 与热心防其被亲 爱自由 自治能力 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 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 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地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 除战争的武器 商业转运的工具外 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振兴出来 他们开了给我 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 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 我又读过严父所义 穆勒的自由论 和贺须离的天眼论 严氏所义贺须离的论著 于1898年就出版 并立即得到智识阶级的接受 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 以广流传 当时并没有版权 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 尤其是他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 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如智日久的民族 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 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 就成了口头禅 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 尤氏提醒他们 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 向上一度闻名的陈炯明 以静存为号 我有两个同学名杨天泽和孙静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 也是一个证据 我请我二哥替我起个学名的那天早晨 我还记得清楚 他只想了一刻 他就说 逝者生存中的逝字怎么样 我表同意 先用来做笔名 最后于1910年 就用作我的名字 我对于达尔文与斯宾塞两世进化假说的一些知识 很容易地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连了起来 例如在道家伟书列子所述的下面这个故事中 发现二千年前有一个一样年轻 同报一样信仰的人 使我的童心欢悦 齐田氏祖于亭 十刻千人 中作有献于厌者 田氏侍之 乃探曰 天之于民厚矣 执无骨 生于鸟 以为之用 众客贺之如响 报氏之子年十二 欲于赐 尽曰 不如君言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 泪也 泪无贵贱 徒以大小智力而相至 蝶相食 非相畏而生之 人取食者而食之 其天本为人而生之 且文睿攒夫 虎狼食肉 其天本为文睿争人 虎狼生肉者哉 一九零六年 我在中国工学同学中 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 名敬业寻报 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 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 戏以白话堪行 我被邀在创刊号撰稿 一年之后 我独自做编辑 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 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 现行口语 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 且以明白的话语 及合理的次序 想出 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 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论文内 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 且坦然主张 悔气神道 坚持无神论 一九零八年 我家因营业失败 经济大感困难 我于十七岁上 就必须攻击我自己读书 兼供养家中的母亲 我有一年多停学 教授初等英文 每日授课五小时 月得修金八十元 一九一零年 我教了几个月的国文 那几年 也就是一九零九到一九一零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也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革命在好几省内爆发 每次都归失败 中国工学原是革命活动的中心 我在那里的旧同学 参加此等密谋的 十凡有图 丧失生命的 为数也不少 这般政治犯 有好些来到上海 与我住在一起 我们都是意气消沉 厌世悲观的 我们喝酒 做悲观的诗词 日夜谈论 且往往做 没有输赢的赌博 我们甚至还请了 一个老灵工 来教我们唱戏 有一天早上 我做了一首诗 终有这一句 双农 七日淡 意气消沉 与直劳任意 驱使我们走入了种种的流浪放荡 有一个雨夜 我喝酒喝得熏熏大醉 在街上与寻补决斗 把我自己弄进尖里去关了一夜 到我刺沉回玉 在镜中看出我脸上的血痕 就记起李白银酒歌中的这一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决心脱离教书和我的这班朋友 下了一个月的苦功夫 我就前往北京 投考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设的学额 我考试及格 急于七月间 放羊赴美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 但不久便交结了些朋友 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 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 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我不能避免这种 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 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 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 我坐在那里 以哲学的态度 看球赛时的粗暴 及狂叫欢呼为乐 而这种狂叫欢呼 在我看来 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 但是到竞争欲见激烈 我也就开始领悟这种热心 随后我偶然回头 望见白了头发的 植物学教授老李先生 诚心诚意的在欢呼狂叫 我觉得如是的自残 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地 陪着众人欢呼了 就是在民国初年最黑暗的时期内 我还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 在这一个华有的信里面 我说道 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 以为无希望外 没有事情是无希望的 在我的日记上 我记下些引路的句子 如尹克洛普的一句 如果希望是麻醉物 恐惧就是作为者 又如我自己 译字伯朗宁的这一节诗 从不转背而挺身向前 从不怀疑云要破裂 虽合理的弄遭 为理的战胜 而从不做迷梦的 相信我们沉而再生 败而再战 睡而再醒 1914年1月 我写这一句在我的日记上 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 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1915年 我以关于伯朗宁最优的论文 得受科生奖金 我论文的题目是 伯朗宁乐观主义变 我想来 大半是我见次改变了的人生观 使我于替他辩护时 以一种诚信的意识来发言 我系已在康奈尔大学 做纽约农科学院的学生 开始我的大学生涯 我的选择是根据了 当时中国盛行的 为中国学生需学点有用的技艺 文学哲学 是没有什么实用的这个信念 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 农科学院当时不收学费 我心想 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月费 省下一步来 汇给我的母亲 农场上的经验 我一点都不曾有过 并且我的心也不在农业上 一年级的英国文学 及德文课程 教织农场实习和养果学 凡使我感觉兴趣 愁愁观望了一年又半 以立即缴纳四个学期的学费为处罚 以受了八个月困扰为代价 我最后转入文理学院 但是我对于我的新学科 觉得更为自然 从不懊悔这番改变 有一科欧洲哲学史 归顾克莱顿教授 那位恩师主持 领导我以哲学做了主科 我对于英国文学与政治学 也深有兴趣 康奈尔的哲学院是维心论的重镇 在其领导之下 我读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学家 比较重要的著作 我也读过晚近维心论者 如布拉特莱 鲍森奎等的作品 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 从未引起我的兴趣 1915年 我往哥林比亚大学 就学于杜威教授 直至1917年 我回国之时为止 得到杜威的鼓励 我著成我的论文 《先秦明学史》这篇论文 使我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 重读一过 并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 一切研究的基础 我留美的七年间 我有许多课外的活动 影响我的生命和思想 说不定也与我的大学课业一样 当一起颓唐的时候 我对于基督教大感兴趣 且差不多把圣经读完 1911年下 我出席在宾雪凡尼亚 普科诺派恩斯举行的 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大会 做来宾时 我几乎打定主意 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渐渐地 与基督教脱离 虽则我对于其发达的历史 曾多有习读 因为有好久时光 我是一个信仰 无抵抗主义的信徒 耶稣降生前五百年 中国哲学家老子 曾传授过上善若水 水善应万物而不争 我早年接收老子的这个教训 使我大大的爱着登山宝训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 我身为比利时的命运所动 而成了一个确定的无抵抗者 我在康纳尔大同俱乐部 住了三年 结交了许多各种国籍的热心朋友 受着像纳士密士和麦茨那样 违心的平和论者的影响 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热心的平和论者 大学费军联盟 因维拉特的提议 而成立于1915年 我是其创办人之一 到后来各国际政治俱乐部成立 我在纳士密士和安格尔的领导之下 做了一个最活动的会员 且曾参加过其棋手两届的年会 1916年我以我的论文 国际关系中有代替武力的吗 得受国际政治俱乐部的奖金 在这篇论文里 我阐明依据以法律为有组织的武力 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哲理 我的和平主义与国际大同主义 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 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 已加入世界大战时 向世界宣布说 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 我是留美华人中 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 并以文字辩驳说 日本与其所言 说不定是意在必行的 关于这一层 我为许多同辈的学生所嘲笑 即1915年 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21条件 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 立即与日本开战 我写了一封公开的信 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 劝告处之以温和 持之以冷静 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 且屡被斥为卖国贼 战争是因中国接受一部要求 而得避免的 但德国在华领土 则直至七年之后 才交还中国 我读一部生 莫黎和赫须黎诸世的著作 教我思考诚实与发言诚实的重要 我读过一部生所有的戏剧 特别爱看人民之敌 莫黎的论妥协 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斯女士介绍给我 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莫黎曾教我 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 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 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 而将其放弃 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 疲闭时代 剥夺高贵的行为和向上的品格 再没有什么有这样拿得定的了 贺须黎还更进一步 教授一种理智诚实的方法 他单单是说 哪也如同可以证明 我相信别的东西 为合理的那种种证据来 那么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 像我说类比和或能是说无用的 我说我相信倒转平方率时 我是知道我义何所指的 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 放在较弱的信证上 贺须黎也曾说过 一个人生命中最神圣的举动 就是说出并感觉的 我相信某项某项是真的 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赏 一切最重要的法 都是系在这个举动上 人生最神圣的责任 是努力思想的好 我就是从杜威教授学来的 或思想的不经 或思想而不严格的 到他的前因后果 接受现成的整块的概念 以为思想的前提 而于不知不觉间 受其个人的影响 或多把个人的观念 由造成结果而加以测验 在理智上都是没有责任心的 真理的一切最大的发现 历史上一切最大的灾祸 都有赖于此 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 以思想为一种艺术 为一种技术 在思维术和实验逻辑论文集里面 他制出这项技术 我查出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然 基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 内容的详定 文字的改造 及高等的批评等 也是如此 在这种种境遇内 曾由同是这个技术 而得到最佳的结果 这个技术主体上 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 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 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 刊当创造的智力这个名称 因其在运用想象机制 以寻求证据 做成实验上 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 结识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 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的 奇怪之极 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 竟使我变成了一个 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 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 就做了我此后 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 成功之要 由更奇怪的 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 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 而时常是进步的人 例如我在中国 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 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 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 所能答复得来的 我母亲于1918年逝世 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 把我在这广大世界中 摸索了14年多些的信条 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 这个信条 细于1919年 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 一篇文章里面 因有我在幼童时期 读书得来的学识 我早久就已摒弃了 个人死后生存的观念了 好多年来 我都是以一种 三不朽的古说为满意 这种古说 我是在春秋佐世传里面找出来的 传记里载 贤臣书孙报 于纪元前五四八年 时孔子还只有三岁 未有利德利公利言三不朽 此三者虽久不忘 此之未不朽 这种学说引动我心 有如事之甚 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国朋友谈起 并给了他一个名字 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 三W 即Wars Work Wars 三字的头一个字母 我母亲的世事 使我重新想到这个问题 我就开始觉得 三不朽的学说 有修正的必要 第一层 其弱点在太过概括一切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 其在德行功绩言语上的成就 其哲理上的智慧 能久久不忘的呢 例如哥伦布是可以不朽的了 但是他那些别的水手怎样呢 那些替他造船 或攻击他用具的人 那许多或有做有勇敢的思考 或有在海洋中做有成无成的探险 替他铺下道路的前岛又怎样呢 简阔地说 一个人应有多大的成就 才可以得不朽呢 次一层 这个学说对于人类的行为 没有消极的才智 美德故事不朽的了 但是恶德又怎样呢 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审判日 或地狱之火吗 我母亲的活动 从未超出家庭间 所泄细事之外 但是他的左右力 能清清楚楚地 从来吊际他的男男女女的脸上 看得出来 我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 我追忆我父亲个人 对他毕生左右的力量 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 我虽诚信一切事物 都是不朽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什么人 我们所干的一切什么事 我们所讲的一切什么话 从在世界上某个地方 自有其影响 这个意义看来 都是不朽的 这个影响又将依次 在别个地方有其效果 而此事又将继续 入于无限的空间与时间 正如列伯涅茨有一次所说 人人都感觉到 在宇宙中所经历的一切 以使那目睹一切的人 可以从经历其他各处的事物 甚至曾经并将识别现在的事物中 解释出在时间与空间上 已被移动的事物 我们是看不见一切的 但一切事物都在那里 达到无穷境无穷期 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所以达科塔的务农者 加利方尼亚的众国者 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 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 一个人就是他所想的东西 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 自苏格拉底 柏拉图 孔子 以至于他本区教会的牧师 和抚育保姆 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 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的东西 所以无数美术家 和以继取悦的人 无论献上生存或久已无故 有名无名 崇高粗俗 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 诸如此类 以至于无穷 一千四百年前 有一个人写了一篇 论神灭的文章 被认为亵渎神圣 有儒士之甚 以至其君皇赤七十个大儒 来乡搏难 竟给其搏倒 但是五百年后 有一位史家 把这篇文章 在他的伟大的史籍中 记了一个搓药 又过了九百年 然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 偶然碰到这个 三十五个字的简单搓药 而这三十五个字 于埋没了一千四百年之后 突然活了起来 而生活于他的身上 更由他 而生活于 几千百个男男女女的身上 1912年 我的母校来了一位英国讲师 发表一篇演说 论中国建立共和的不可能 他的演讲当时我觉得很为不通 但是我以他对于母音欧的特意的发音方法为有趣 我就坐在那里 模拟以字语 他的演说久已忘记了 但是他对于母音欧的发音方法 这些年来 却总与我不离 说不定现在还在我的几千百个学生的口上 而从没有觉察到 是由于我对于布兰特先生的恶作剧的模仿 而布兰特先生也是从不知道的 2500年前 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峡里 死了一个乞丐 他的尸体在路旁已在腐溃了 来了一个少年王子 看见这个怕人的景象 就从事思考起来 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无常 所以决心脱离家庭 前往旷野中去想出一个 自救已救人类的方法 多年后 他从旷野里出来 做了释迦佛 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 这样 甚至一个死盖尸体的腐溃 对于创立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宗教 也曾不知不觉地贡献了其一部分 这一个推想的线索引导 我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的宗教 因为这个推想 在大体上全系根据于社会对我的影响 日积月累而成小我 小我对于其本身是些什么 对于可以称社会人类或大自在的那个大我 有些什么思维 都留有一个抹不去的痕迹这番意思 小我是会要死的 但是他还是继续存活在这个大我身上 这个大我乃是不朽的 他的一切善恶公罪 他的一切言行思想 无论是显著的或细微的 对的或不对的 有好处或有坏处 样样都是生存在其对于大我所产生的影响上 这个大我永远生存 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 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 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 也包括见者威者 包括美德 也包括恶德 包括功绩 也包括罪孽 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 也承认恶的不朽 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 但也可以为患全各大陆 一个酒店侍女偶发一个议论 可以使一个波斯僧侣豁然大悟 但是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 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 发现一个极微的赶军 可以服力几千百万人 但是一个害牢的人吐出的一点小弹弦 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 害死几世几代 人所做的恶事 的确是在他们身后还存在的 就是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 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 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 富有巨大的债项 把他干的什么事情 做的什么思想 做的什么人物 盖行对之负起责任 乃是他的职分 人类之为现在的人类 故是由我们祖先的智行鱼行 所造而成 但是到我们做完了我们分内时 我们又将由人类将成为怎么样而受裁判呢 我们要说我们之后是大灾大恶吗 亦或要说我们之后是幸福无疆吗 1923年 我又得了一个时机把我的信条列成更普通的条文 地质学家丁文江市所著 在我所主编的一个周报上发表 论科学与人生观的一篇文章 开始了一场用差不多延迟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 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 全都曾参与其事 到1923年中 有某个善经营的出版家 把这论战的文章收集起来 字数净达25万 我被请为这个集子作序 我的序言给这本以卷制繁重的文集 又加了一万字 而以我所拟意的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的轮廓 为结论 不过有些含有敌意的基督教会 却以恶作剧的口吻 称其为胡适的新实界 我现在为其自有其价值而选择出来 一 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 二 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三 根据于一切科学 叫人知道 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 皆是自然的 自己如此的 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四 根据于生物学的科学知识 叫人知道 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 因此 叫人更可以明白那 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 是不能成立的 五 根据于生物学 生理学 心理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 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 它和别种动物 只有程序的差异 并无种类的区别 六 根据于生物的科学 及人类学 人种学 社会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 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 和演进的原因 七 根据于生物的 及心理的科学 叫人知道 一切心理的现象 都是有因的 八 根据于生物学 及社会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 道德理教 是变迁的 而变迁的原因 都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寻求出来的 九 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 物质 不是死的 是活的 不是静的 是动的 十 根据于生物学 及社会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 个人 小我 是要死灭的 而人类 大我 是不死的 不朽的 叫人知道 为全种万事而生活 就是宗教 就是最高的宗教 而那些 替个人 谋死后的 天堂 净土的宗教 乃是 自私 自利的宗教 我结论道 这种新人生观 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知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 我们也许可以给它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 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 我主张叫它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我们在那个自然的宇宙里 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 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 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 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 人 真是一个渺乎其小的微生物了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 天行是有长度的 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 因果的大法支配着它 人的一切生活 生存竞争的惨剧 鞭策着它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 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的 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 却也有它的相当的地位和相当的价值 它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 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 想出许多方法 造成一点文化 它不但驯服了许多禽兽 它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 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 到现在它居然能叫电器给它赶车 以太给它送信了 它的智慧的长进 就是它的能力的增加 然而智慧的长进 却又使它的胸襟扩大 想象力提高 它也曾败物败畜生 也曾怕神怕鬼 但它现在渐渐地脱离了 这种种幼稚的时期 它现在渐渐明白 空间之大 只增加它对于宇宙的美感 时间之长 只使它格外明了 祖宗创业之艰难 天行之有常 只增加它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于因果律之笼罩一切 也并不见得束缚它的自由 因为因果律的作用 一方面使它可以自因求果 有果推因 解释过去 预测未来 一方面又使它可以运用它的智慧 创造新因 以求新果 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 也并不见得 就使它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 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它 对于同类的同情心 格外使它深信互助的重要 格外使它注重人为的努力 以减免天然竞争的残酷与浪费 总而言之 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 未尝没有美 未尝没有诗意 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 未尝没有充分运用 创造的智慧的机会